杨小年升官纪第101级再次出尽了风头 要是这个男人一辈子都能这样安安静静地陪在自己的身边 那该有多好啊 杨小年睡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已经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 李元元过来叫他吃饭 却不料是陈兵静出来开的房门 筹备处有火防 为了安抚被杨小明打伤的刘成 正好刘成的老爹刘茂才会做饭 杨小年就让他来筹备处当了火头君 但是今天杨小年没打算在火房吃饭 他想和陈兵静两个人出去吃 借着吃饭的时间 营造一下两个人之间的亲密气氛 好好地安慰一下有点心浮气脏的小辣椒 可现在李元元找上门了 她的身后还跟着自己的另一个女人 阮凤灵 丢下他们 单独带着陈兵静出去吃饭 也不是那么回事 想想也只好一块去了 幸好这段时间 李元元和阮凤灵两个女人 也刻意地维持和陈兵静的关系 私底下三女姐妹相称 外表看上去亲密的 好似一个人似的 看得杨小年心里都有点心惊肉跳了 这要是他们连起手来对付自己 那可够自己喝一壶的了 但是 女人表面上的融洽 可不说明他们心里就没了猜忌 陈兵静其实对李元元还是有戒备的想法 但却不会感觉有什么压力 毕竟李元元是结了婚的女人 难道她还会丢开省城当什么处长的男人 和自己争抢杨小年吗 她怕的呀 是她和杨小年在一起工作长了 相互之间有好感 现在的男人和女人 相互之间不牵扯到破坏家庭 只是偷养私会在一起热闹的玩的事啊 可也不少见 这种关系绝对摆不到明面上来 但剩就剩在一个偷字 这年头不是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吗 妻不如妾 妾不如偷 偷啊 不如偷不着 这句话其实反映了人类 对未知事物的好奇感到底有多大 也反映出了男人对于女人的占有欲 到底有多强烈 对于自己的妻子 做丈夫的可以说是完全了解了 所以不如妾 妾毕竟是后来的 保鲜期还没过呢 所以剩余对妻子的好奇心 而对于别人的老婆 或者自己已经有了老婆之后 看到别的女人不能公开的占有 那就只好用偷的了 此偷非彼偷 专指的是偷心 其实真的让你得到了 也就那么回事 仔细的品测 感觉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新鲜感一过 偷来的女人呢 也和自己的老婆差不多 所以偷不如偷不着 最起码保留着一份向往之心 渴望之心 连同那一份永远都得不到手的遗憾 那才是让男人魂牵梦绕 一生不能忘怀 至于阮凤玲 陈冰静倒没有想 她和杨小年发生点什么 这个女人年龄 比杨小年和自己大了五六岁呢 再加上 她是山城区法院副院长的儿媳妇 她男人徐金心 陈冰静也见过 很高高大大 帅气英俊的一个人 人家两口子般配着呢 她能看到杨小年什么呀 其实她心里最大的假想敌 仍是李媛媛 她家在济海 离着山城本来就远 这女人又好像从来都没有回过家的样子 她一个人在山城 很容易空虚寂寞 和杨小年在一起时间长了 说不定就能擦出一点火花来 这干柴烈火的遇到一块 还有个燃烧不起来吗 自己一天没正式过门 就放不下这个心思了 四个人开车到了凤山镇杨小年的家门口 找了一家叫两来风的小饭店 要了几个菜 一箱子啤酒 一边吃着饭 一边说话聊天 期间 仨女聊得甚婚 这其乐融融的场面 让杨小年都不由得有点嫉妒了 但看着三女那张如花似玉的娇面 一个个秀面红润 鸡风皮滑 百里透粉的样子 杨小年就忍不住有点得意了 且不管他们谁是牡丹 谁是月姐 反正这三朵花 现在都是自己的 杨小年正得意着呢 猛然就看到 石玉推开门走了进来 二婶 给我炒两个菜 石玉一边说着 一边往里走 猛然就看到了和一堆大美女 坐在一起的杨小年 她的心里一沉大 心头不由自主的 就犯起了一丝凄苦 由于老爸老妈的宣传 镇上现在几乎人人都知道 自己是杨小年的未婚妻 可事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只有她自己心里明白 看到杨小年带着几个大美女 居然到了自己的店门口来吃饭 石玉心里还真是怪不是滋味的 选这家小饭店吃饭的时候 杨小年根本没有注意到 饭店的旁边啊 居然就是石玉的服装店 现在看到她走进来 不由也有点尴尬的笑了笑 站起身招呼道 石玉啊 你还没吃饭呢吧 要不一起过来吃点 陈冰静和她是同学 阮凤凌也和她见过面 吃过饭自然都知道石玉和杨小年之间发生的那点事情 不由的就都站起身来笑着和石玉打招呼 不了 你们吃吧 我在城里的服装店呢 已经装饭好了 今天搬东西呢 让二婶给做两个菜 请司机师傅吃饭 陈冰静 我的新店就在农林水利局后边 陆西边 今天搬完东西 再整理两三天就能开业了 到时候 你可要过去捧场啊 石玉一边和陈冰静说话 她的眼神却看着杨小年 呀 这么快就已经装修好了 你哪天开业啊 我一定会过去的 你说 是不是啊 小年 陈冰静一边说着 脚尖却在桌子底下踩了杨小年的脚一下 看看石玉选的这个地方 就知道这丫头贼心不死 你还给我装算呢 对对 我们都去 大家老同学了 这个面子肯定都会给的 杨小年 醋了一下眉头 赶紧笑着说道 三天后 十月九号 农历九月二十六号那天 是个好日子 我的新店上午正式开张营业 到时候 欢迎大家 会顾啊 我先走了啊 那边还有人帮着装车呢 二婶 一会儿菜炒好了 麻烦您给端过去 石玉说完之后 笑着转身走了出去 杨小年 你同学的新店开张 到时候 我要不要准备一份贺礼呀 然后去买衣服 也能优惠点 李源源唯恐天下不乱 看着石玉的背影 笑着笑 转回脸来 笑着对杨小年说道 陈冰镜的小脚 还一直都没有挪开拿 听到这个话之后 不由得 更加重了几分力道 杨小年也很是夸张的配合着 发出了嘶嘶的痛呼 就在杨小年吃饭的时候 陈爱中组织居委常委 讨论了杨小年 递交上来的那份 关于龙泉凤山 绿色园林风景区 土地招租办法 及附加条款 虽然有的常委 还真担心价格太高 吓跑了投资商 但既然李源源和杨小年 这两个当事人不怕打板子 能够多收入两个钱 谁也不怕摇手的 更何况 站在政府的角度来说 筹备处的这几个人的态度 对国家和人民利益 还是负责的 人家又不是贱卖国家资源 一些人就算是想反驳 也没有什么好反驳的 再加上 陈爱中和邵里民 这两位一把手的支持 其余的人乐得看好戏的 自然也不会说什么 不仅仅反对的话没有说 更有甚者 还积极的出主意 说这种事情在山城区的历史上 也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好事 这应该上 早原日报和省报的 也不知道牛战魁这位宣传部部长 是怎么想的 居然乐呵呵的就答应了下来 说自己尽力把消息也发到 早原日报和济海日报上去 这样也有利于扩大影响面 让更多的人都知道这么回事 最后陈爱中也表态说道 原林峰景区是山城人民的 可全省的有持知识都能来景标吗 只要愿意来咱们山城区投资建设的 咱们山城区就敞开了会议 这个 战魁啊 这个事情你好好的搞一下 争取明天见报 但是在心里 陈爱中却不由的盯着 出这个搜主意的田丰瞪眼睛 心说幸好杨小年说 已经找到了投资商 要不然你还不把我女婿 嫁火上烤了啊 老田啊老田 我看你这个政法委书记 是当到头了 老蒋空下来的那个位置 倒是很适合你 我看呢 你就去干政协主席吧 林退休 我还给你提一截 也算是对得起你了 下午 杨小年和李媛媛一进办公室 就接到了区委办主任 王贵游打过来的电话 老王居然用讨好的语气 对杨小年说道 杨主任啊 你的提案在常委会上通过了 陈书记让我打电话 通知你一声 这下子你可以甩开膀子 按照你的意图做事情了 你那份规划书啊 我很认真地看了 里面对于园林区前景的描绘 很鼓舞人心嘛 对于杨主任的魄礼 我是望尘莫及了 只等着和杨主任的庆功酒了 我晕哪 你是区委常委啊 不用对我这个富科级的小干部 说的这么肉麻吧 牛战魁的工作效率还是很高的 当晚的山城电视插转台 就原文播报了关于龙泉凤山绿色园林风景区土地招作办法及附加条款 第二天的早原日报 详尽地刊载了方案的实施细则 第三日一早的冀海日报 经济导报等数份报纸都公开刊登了这次山城区的招标 山城区早原市的政界一片哗然 冀海商界骂声一片的 谁也没想到名不见经传的山城区居然也敢高出一个租金高达三十万元一亩的天价招搜标准 此前纪海电视台宣传的风浪早就已经过去了 这一次又被一些有心人翻腾了出来 一些经济界的牛人调侃的说山城区这是穷风了 更有人断言 就算天然溶洞是一个很好的项目 但只要承包金超过五万的话 谁要是接手 谁就是天下第一号的大傻瓜 用当下很时髦的一句话来说 那就是脑袋嗅逗了 但不管外界怎么说 李圆圆和杨小年这两个人 在山城区乃至早原市那是出了名的 尤其是山城区 有深知内幕的人 更是对杨小年头脑发热 搞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嗤之以鼻 就在很多人抱着看笑话的心里 等着杨小年出洋相的时候 却传出来 龙泉山庄 女老板李霞和筹备处签署合同的消息 三十万元一亩的天价呀 这女人一张嘴就要了三百亩土地 这一下子就是九千万元 小一亿呀 顿时就让某些人瞪目结舌 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二年经济虽然热的烫手 但山城区毕竟落后啊 经济基础又差 就算李霞气大腰粗 可砸进去这九千万元 怎么能赚回来才是个问题 当得到这一消息之后 市委市政府这边再也坐不住了 九千万呢 就算是放在枣园时 也算得上大手笔了 赵良栋和方如高能不心动那才怪了呢 当初看到报纸上的招租条件之后 虽然他们私下里也一个劲儿摇头 但对山城区这种保护国有资源的做法 却有无从指责 心想这个陈爱中也是越老越糊涂啊 怎么能够任由那个杨小年而瞎胡闹 但那个时候书记和市长大人也不方便说什么 最多是没人招租 最后降低门槛罢了 可谁知道 这才公布了没几天 一笔大单子就已经签订完了 真的还是假的呀 虽然知道山城区不敢在这个事情上面骗自己 可赵良栋和方如高还是纷纷打了电话询问 柴爱中现在说话也硬气了好几分 有九千万在那放着呢 谁说话都会大嗓门 可是让人惊呆下巴的事情再次出现了 李霞这九千万的巨大冲击波还没有过去呢 筹备处又传来了好消息 济海省盛夏集团出巨资承包了筹备处 80%的山坡河流和农田 要搞什么绿色种植和科技养殖 其余还有几块山林和农田 被济海省农学院定为了科学实验基地 杨小年给驱离请示 这几块土地是不是可以免收承包费 由筹备处按照双八百包产补偿农户 杨小年升官纪第102集 忙碌快乐的日子 这个事情尘埃中自然不会不同意 就算这个钱今后全由区里出也得办 省农大能在山城区搞实验基地 这本身就是对区里的支持和重视 这都是请都请不来的 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事 和农大的合同签订之后 欧阳教授回到了借海 马上就在借海农业报上 撰文以详实的数据 公开了这次到山城区考察的结果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山城区龙泉河岩岸的土地 富含适合多种果树和农作物生长的微量元素 欧阳教授为了自己的得意弟子 这次算是下了真功夫 平时不屑于为之的一些手段 也都使唤上了 言下之意那就是 在这片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果子蔬菜 有机矿物质 含量丰富 吃了能够延年益寿 有病治病 没病 长精神 虽然比不上先借一种人参果 可能功效也绝非一般的果子可比 此文被国家几份很知名的报刊杂志转载之后 自然在全国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专家的话人们自然是绝对相信的 有不少地方的水果商和蔬菜商居然纷纷打来电话 询问现在有没有果树可卖 他们那边有多少要多少 这边果树还没栽种呢 到哪里给他们弄果子去 筹备出的一些人把这当成笑话在传说了 但杨小年却又开始琢磨上了 既然欧阳教授这么不遗余力的栽培自己 自己要是浪费了他这篇文章 给自己带来的巨大宣传攻势 那还真的是有点可惜了 于是杨小年和李媛媛商量之后 决定从现在开始给那些水果商人 以及蔬菜商人谈合同 凡是现在签订购销合同的 四个月之后蔬菜上市 比照市场行情达八折供货 但销售商必须按照业务量 先把定金打过来 李媛媛说他这是买空卖空 尤其是果树啊 最早你要三年之后才能开始做果 你现在就谈买卖合同 是不是早了一点呢 杨小年说 这叫订单预售 人家国外的一些紧俏商品 早就这么干了 只是在咱们国家农产品这一块这么干 还没有听说过 说不定过上几年呢 这也算是一种常规化的销售渠道呢 要和各村的农户签订租赁土地的合同 李媛媛也是忙得脚不连地 自然也没有工夫去管他搞出来的这种 将来也许会引领农产品交易潮流的新鲜玩意儿 现在李霞和夏清涵的钱都已经到账 李媛媛请来的园林设计方面的专家 也开始了测量 勘探和图纸方面的设计 修路 修桥 修建办公室 溶洞开发 等等事项也都提上了一时日程 购买蔬菜种子和果树苗木的事情 更是火烧莓莫一般地摆在了杨小年的面前 筹备出这二十几个人被他指挥的团团转 恨不得每一个人都能当成两个人来用 就这样 还是觉得人手严重不够 杨小年给驱离打了报告要人 可这一次 陈爱中却没有了当初选派人员时候的果断和干练了 居然一拖再拖 人员也没有给杨小年派过来 这并不是没有人愿意过来 而是太多的人把眼神盯在了筹备处 原来的时候 谁要是被分配到了筹备处上班 那简直就跟充军发配没什么两样的心情 要不然刘光水等人也不会从心里骂娘了 但是现在的风向完全变了 现在全区最富裕 最有发展前途的单位 可能就是筹备处了 现在谁都能看出来 在这地方干上两年 工资福利不用发愁 还能混上一笔闪光的政绩 所以 但凡有点关系的人 钻窟窿 盗洞 拖门子 削尽了脑袋 也要调到筹备处上班去 凡是说话的 都是有点影响力的 禅爱中和少利民应接不暇 让谁过去 都会得罪那些进不了筹备处的人 他们这还算是好的呢 下面那些局长主任们的工作 就更不好开展了 自己手底下的兵 一个个的卯足了劲 想另投民主 这让人简直情何以堪吗 以前被送到筹备处的人 都是在单位不好好干活的住 现在想走的 都是有理想有主见的业务尖子 这些人都走了 我的工作怎么办呢 所以 这些局长主任 就纷纷寻找到了 陈爱中和少利民诉苦 筹备处是手信 这些局是手辈 都是去委屈政府身上的肉 一时之间 倒是让陈爱中等人做了难 但想想 杨小年那边离了人还真的不行 所以也只能含含乎乎的 给杨小年传递了一个信号 想要人 自己想法子沟通解决去 只要本人愿意 只要本人愿意去 原单位愿意放人 我们不管了 这算是什么道理 但官大一急压死人 领导既然这么说了 杨小年自然也没有胆子 敢冲到陈爱中办公室去说什么 但让他自己去协调解决人员的事情 他也不想干 一来是自己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 在这种事情上面扯皮 二来是那些局长 主任 谁没有几个三心两厚的关系啊 你要人家的人可以 但是你要张某某的同时 你必须把李某某给我调过去 我照顾你了 你也得照顾我是不是啊 哎呀 真的是没想到 筹备处成了香饱饱了 现在调个人过来 还要买一送一 或者是买一送二 面对这样的一种状态 杨小年也只能望而却步 不给人就不给人吧 自己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 杨小年发动筹备处的工作人员 全都跟着李源源下去 到各个村去做村民的工作 搞签订合同这件事情 其余的活儿能交给承包方干点事情 就全都交出去 比如河湾南测的这些土地 大部分都是李侠承包的 先期测量预算等等事项 原本就是他安排人在做 杨小年干脆就把筹备处办公楼 楼前道路 龙泉和大桥等工程测量 预算的事情 也一股脑的交给了李侠派来的人 一块搞出来 到时候需要另付费用的话 筹备处出就是了 李侠对杨小年的态度 一直都是不冷不热的 自从上次签订完合同之后 李侠基本上就没有在杨小年的面前出现过 他派来负责的人是孟秋莉 这小丫头对杨小年的态度 倒是比较随和 李侠找来的勘探队 就把帐篷支在了筹备处板皇对面 但孟秋莉住的帐篷 却孤零零地 安在了离工地很远的水库旁边 龙泉和一条支流的附近 那地方绿树环绕 溪水清澈见底 景色真的不错 杨小年去的时候 孟秋莉正在小溪边上 拿着鱼竿钓鱼呢 真的没想到 真女孩子还有这种爱好 深秋水温已凉 草鱼和雍鱼还有白莲鱼很难上钩 但孟秋莉就用从西边挖来的蚯蚓作耳 再加上这里很少有人来钓鱼 溪水里面的鱼没有经受过脱钩的磨难 基本上都傻乎乎的 简直是下钩就有收获 随着一条巴掌大的草鱼被钓起来 兴奋的孟秋莉大呼小叫 哟 你还会钓鱼呢 看着他兴奋的那个尽头 杨小年也不由得心情雀跃 伸手从他手里接过了鱼竿 看到是杨小年出现在自己的身后 孟秋莉就红了脸 四下里看了看 发现附近并没有其他人 这才微笑了一下 面带娇憨的神态说道 钓鱼谁不会啊 我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会了 那时候想吃点好吃的 就只有自己动手钓鱼了 你不是很忙吗 怎么有空过来了 杨小年就看着他微笑道 怎么 想我了 孟秋莉就红了脸 低了头说道 不理你了 鱼也钓得差不多了 我去做饭 你有时间在这里吃吗 看着他眼神中的期待 就算自己忙死 这点时间还是能够抽得出来的 看到杨小年点头 孟秋莉这才真正的开心起来 提着庄鱼的水桶 走进帐篷里面去了 他住的这顶帐篷很大 里面用的东西很全 看起来啊 他完全就是把这次工作定性为度假了 帐篷里面 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 有床 有桌子 让杨小年意外的是 桌子上面居然还有一台 18寸的金星盘彩色电视机 一边帮着他把锅碗瓢盘搬到外面 支好了烧烤架 杨小年一边问道 哎 没看到你这边扯电线过来啊 怎么还带了一台电视机过来啊 孟秋莉一边把油盐酱醋等东西 一一拿出来一边说道 用的电瓶啊 你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 不用你做什么了 那边有凳子 搬一把坐着就行了 哎 你喝酒吗 我还带了几瓶酒 在桌子底下的箱子里面放着呢 看着他一脸的微笑 听着他银铃般的声音 杨小年不悠有点痴痴的发呆了 想着和他围桌而坐 一边烧烤一边喝酒 对着天边的斜阳 对着如画的湖光山色 对着身边的美人 那才真是酒不醉人 人自醉呢 孟秋莉带的酒是XO 这种高档酒 杨小年还仅仅只是听说过 没有喝过 等到喝起来之后 他才知道 孟秋莉的酒量还真的不错 不知是被夕阳硬打 还是喝就喝的 他的脸颊上都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红音 显得更加美颜动人 饭后 没等收拾好外面陈列的东西 杨小年就充分发挥了男人的主动性 躲在帐篷里面 搂着孟秋莉亲吻了起来 在吃饭的时候 小妮子眉目之间 就已经展现出了渴望的神情 这会是干柴烈火 一点就找 身高一米六七还多 皮肤白皙 同身粉嫩的孟秋莉 被杨小年抱着 很快就沉溺在了她的爱抚之中 她象征性的抵挡 根本就无法阻拦杨小年的动作 很快三下两下 就被包成了一头小白羊了 看着她一双媚眼 勾魂般的看着自己 脸带着一抹娇羞的样子 杨小年嘴里微穿着 脱光自己身上的衣服就扑了上去 孟秋莉配合着引导着 在翻滚中两个人紧密地合在了一起 激情过后 杨小年似完成了体力劳动般 窝在孟秋莉的臂弯里享受着 虽也不甘如此堕落 但却实在是不愿意离开她温软的身子 孟秋莉的身世很可怜 从小就没有了父母的照顾 她现在已经完全把自己当成了唯一的亲人 杨小年自然对她也是加倍的爱惜 不愿意冷落了孟秋莉的心 而孟秋莉自己也知道 自己和李霞以及夏清涵比起来 其他的条件实在是薄弱 能够吸引住男人的 也就只有自己的柔情 和还能算抓住男人眼球的这具身子了 在床上 极尽妩媚地展现着自己的优点 把这个杨小年刺动得舒舒服服 没开四度五度 方才精疲力竭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起来 杨小年又马上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之中 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冬季了 只有种植大棚蔬菜不受季节的限制 蔬菜成熟期比户外种植缩短了几十天 油白菜只需要四十天 辣椒只需要三个月就可上市 大棚蔬菜可以分为两个大的种类 一类是普通的蔬菜 另一类是完全不打农药 不失化肥的无公害有机蔬菜 有机蔬菜是有机农业中的一部分 是根据有机农业的原则吸取了几千年来传统农业的精华 结合了蔬菜作物自身的特点 强调因地因食因物置疑的工作原则 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禁止使用人工合成的化肥 农药 激素 以及转基因产物 采用天然材料和与环境友好的农作方式 恢复原液生产系统物质能量的自然循环与平衡 通过作物种类品种的选择 轮坐 兼坐 套种 休闲养地 水资源管理 与栽培方式的套配应用 创造人类万物共享的生态环境 这一类的蔬菜成本高 产量低 所用的人工多 售价自然也就高得出奇了 但是在一些大城市很受欢迎 杨小年四年大学 学的主要是常规农业和果树的栽培管理 对于这个还真的说不上精通 杨小年升官纪 第103集 乐极后总会生悲 要搞有机数才种植 他所靠的 还是自己的老师欧阳教授 给他推荐的技术顾问 孔维莹教授和张兆翰教授这两个人 其实杨小年不光是聘请了这两个人当顾问 就连南越来的黄教授和方教授也都给正儿八经的下了聘书 只不过这两个人离得远了一些 不可能成田待在山城这种小地方的 一年能过来看两次杨小年也就心满意足了 至于自己的老师欧阳教授 那就更不用说了 要不然老头子在筹备处弄出一个实验基地是干啥的呀 还不就是为了在筹备处这边待的名正言顺吗 但是就在筹备处的工作正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时候 杨小年和李媛媛接到区里的电话 区尾班子开会 去要他和李媛媛去旁听 区尾班子开会呀 我和李媛媛这个级别的人过去旁听 是不是有点逆天呢 当时他很不明白区里这是什么意思 心里想着呀 可能是这个会议涉及到了筹备处的工作 所以才让自己和李媛媛去的吧 可他哪里知道 这次的会议完完全全就是一场面对面的批斗会 但他和李媛媛还不能算是被直接批斗的对象 被批斗的人是陈爱中和邵李敏两个人 之所以这个会议被称为区尾班子会议 而不叫做常委会 是因为除了山城区的常委之外 还有一些区尾委员也参加了会议 而这样的会议按照惯例是应该称之为常委扩大会议的 但不叫常委扩大会议的原因 是因为这次会议的发起人是早原市分管党群的副书记曾鸿海 他是分管党群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副书记 而召开这个会议的主要议题 就是讨论杨小娘那份关于龙泉凤山绿色园林风景区 土地招租办法及附加条款里面附加条款的相关内容 由筹备处租赁农民的土地 然后再转包出去 这个事情在全国都没有先例 说的现实一点 这是一种经济路线的问题 说的严重一些吧 那就是思想和中央不同意的事情 也就是路线的问题 路线问题那可是很严重的 身为分管党群和意识形态的副书记 这个事情他不可能停止认知 但事实上 这些事情却都是田丰搞出来的 在上次的会议过后 陈爱中就有了想拿下他的意思 田丰在政法委书记的位置上 做了这么长时间 自然也不是吃素的 从上次老讲的事情上面 田丰可很是吸取了教训的 他认为蒋秀山之所以倒霉 就是因为上面没有直接的关系 省里面的那些关系虽然很扎实 但那些人比站的太高 对于下面曲线的事情 有点边长莫及 这一段时间 他都在通过关系 往曾鸿海的身边靠拢 为此不惜花了血本 这一次抓住了杨小年 在土地政策上面的漏洞 如获至宝的一般 跑到了曾鸿海的跟前 一通拆树 曾鸿海在赵梁栋和方如高的夹击下 也正是需要发出声音 证明自己存在的时候 对于这种送上门来的把柄啊 自然是心里高兴得很 听说这个杨小年深得尘埃中的喜爱 也备受赵梁栋的眷顾 自己打了杨小年也就等于打了赵梁栋的脸 方如高和赵梁栋面和心不和 自然也不会站出来配合赵梁栋 在这个问题上向自己发难的 最主要的 是自己站在了法律和国家政策的制高点上 这就算是赵梁栋心里不舒服啊 也不敢把自己怎么样的 思前想后 他觉得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出头很稳妥 不会落下什么后遗症 于是就意气风发的跑到山城去问罪来了 在区委会议室里 田丰等人你言我意语 句句看似批评杨小年不知道天高地厚 实则是在敲打尘埃中 连带着把少利民也扫了进去 这一次啊 不仅仅是田丰原来的盟友郭勇和王贵友 公开站了出来批评杨小年 就连城关镇党委书记黄渤也跳了出来 看着前两天还在电话里面拍自己马屁的王贵友 那副丑恶的嘴脸 杨小年不由得有点目瞪口呆 心说人居然还能做到这个样子 真他妈算是极品了 可等到黄渤跳出来的时候 就连尘埃中都有点傻眼了 这人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 一向为自己马首是瞻 却不料在这个时候 爆发出了白眼狼的本质 可能他也觉得自己是犯了路线性的错误吧 这一次算是灾了 再也没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个时候落井下石 来撇清他和自己的关系 心里一边想着怎么组织反击 陈爱中却一直面沉如水 坐在那一言不发 一口接一口的酬言 不过让杨小年估计不到的是 公安局局长李奋进 这一次却是旗帜鲜明的站出来 为自己辩护 这个高级墙头草 这一次表现的义无反顾 其实稍微想一想杨小年也就明白了 如果这一次胜利者是田丰 那更没有他好果子吃了 更何况 这家伙知道自己和省委书记的闺女 有着很不错的关系 失败的也不一定就是自己这一方 他也只能把宝压在了自己的身上了 其实杨小年倒是知道 这个时候就算是成明秀也帮不上自己 本来在搞这个东西之前 自己让陈爱中以区委常委会的名义 下发这份文件 怕的就是这个局面 结果看来自己这么做 倒是害了老陈了 别看这些人现在指着自己的鼻子骂得挺凶的 可他们的矛头却并不是指着自己 他们现在想扳倒的人是陈爱中 当然 田丰如果一步登天上尉当了区委书记的话 那自己的前程也就等于画上了句号了 原本他还以为陈爱中这段时间 已经完全掌控了常委会呢 今天这一看 原来就算平日与陈爱中交好的那些领导 其实也没有真正成为陈爱中的人 王贵友就是薛战魁养熟了的一条狗 自从薛战魁走后 他一直夹着尾巴做人 连自己的马屁都拍 却原来是在四肢而动 一旦有机会 他还是会露出獠牙咬人的 杨小年面上不动声色 心里却在暗暗的叹息着 这也算给自己敲个警钟吧 想想自己在工作中不拉帮结伙 只想着凭工作表现征服别人 哼 现在看来实在是幼稚透顶 如果今后自己还有机会的话 用人就要用自己人 把那些不同招呼的家伙 狠狠地踹在地上 还要再踏上一只脚 一定不能如风 那个这些卑鄙的小人 有翻身的机会 陈爱中要是能够当机立断 狠下心来 把王贵友和田峰踩在地上 哼 哪里还要今天这种事情发生呢 李分进讲完 田峰将手里的烟蒂 摁在盐灰缸里 笑着对杨小年说道 小年啊 不是我们今天非要批评你 场前毕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我们还是需要坚持的 这篇关于龙悬凤山 绿色园林风景区 土地招租办法及附加条款的文章 是你鼓刀出来的吧 这个事情其实和李源源 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在筹备处你这个副主任 一直凌驾于主任之上啊 这个工作作风首先就要不得 你这个条款弄得也很严谨 可惜思想有些不对头啊 你把农民的土地承包了之后 在高价转让出去 我承认 区里会因此得到一些实惠 可你想没想过 那些失去了土地的农民 怎么办呢 说到这里 他就很得意的一笑 双眼凝视着陈爱中说道 陈书记啊 这件事你做的有点不妥当吧 咱们不能光看到眼前的迎头小力 像这种严重和中央精神不合的制度 你怎么能够拿到常委会上来说呢 我承认啊 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也是有责任的 当初就是碍于您和少区长的面子 我没有旗帜鲜明的站出来反对 我现在当着曾书记的面检讨 但是啊 我越思越想越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 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执行错误的路线 会给我们山城区的工作 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我们这是在犯罪 所以我决定悬崖勒马 收回我在常委会上 说过支持这份文件的话 人谁还能没有一点错误呢 可怕的是 明知道这是在犯错误 而不加以改正 见过不要脸的 真还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 今天杨小年算是彻底的福气了 禅爱中一口一口的抽着烟默不作声 现在被这个不要脸的家伙抓住了把柄 他想说什么 可是又实在是没有什么话好说 也只能坐在那里一个劲的充满烟了 在他周遭全是雾腾腾的烟气 呛的 坐在他旁边的新任区委副书记 刘莱存一个劲的咳嗽 他是从区里面下来顶替少林民园来的位置的 刚到人没有几天 还没有摸清楚山城区的人事关系 再加上他是赵良栋的人 这个时候不能贸然出来替陈爱中说话 可也不至于拍曾鸿海的马屁落井下石的去指责陈爱中的不是 看到今天自己完全压下了陈爱中的气焰 巅峰心中志得一满 觉得老陈现在已经被自己打得威风全无了 以后自己的工作不说更上一层楼吧 但他也绝对不敢再招惹自己 这家伙背后毕竟有赵良栋撑腰呢 自己现在就想取代他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既然自己可以很不要脸的说是碍于陈爱中的面子 同意这份文件以区委区政府的名义下发 逼到了劲上 陈爱中也完全可以说是受到了杨小年对筹备处愿景的蛊惑 赵良栋都能剥复给他五百万 我支持一下要怎么了 既然你说错了能改 那我现在也改正错误就是了 陈爱中真要是拿出这副无赖的嘴脸 就算是曾书记想发难 也不好怎么招他 现在还是见好就收得好 只要能真的架空他 别让他再盯着自己就行了 自己给了曾书记一个漏脸的机会 借着这个机会再活动活动 还是让他帮忙调整个位子 到别的地方逍遥快活去为上策 他倒是打的一番好主意 如果曾鸿海知道他原本就是这样想的 可不知道会不会指着他的鼻子 把他一家祖宗十八代的女性都给问候过来 自己冒着得罪赵良栋的风险玩着一手 那是小动静啊 你他妈倒是打得如意算盘 今后赵良栋能不找我的麻烦吗 就在这个时候 婚姻室的门突然砰的一声被人推开了 区委办副主任毛红敏性冲冲的走了进来 陈首剑 刚接到的陈真 中央的重要文件 田丰气道 慌什么慌 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会议吗 毛毛躁躁的成什么样子 毛红敏心说不知道什么样子的会议 我还不这个时候过来 我本来就姓毛 你说我毛躁我就毛躁吧 别看你是区委常委 反正你也管不着我 你吹胡子瞪眼睛就以为我怕你啊 他根本就没有打理田丰 而是直接把手里的拿着的文件 放在了陈爱中的面前 10月18号至21号 中共中央在京城召开农村工作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 研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 如何全面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 促进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上 一个新台阶的战略思想和具体措施 18号 总书记在题为 要始终高度重视农业 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讲话中指出 农业不同于工业 既受市场风险制约 又受自然风险制约 是国民经济中社会效益高 而自身效益低的产业 无论在商品市场的竞争中 还是在经济资源的竞争中 常常处于比较软弱和不利的地位 因此 农业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中 是需要加以保护的产业 从长远来看 现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 农业和农村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前深化农村改革 也应以培育市场主体 健全市场体系 加强宏观指导 相对农业的保护为主要内容 加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 农村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 杨小年升官纪第104集 走在了全国前列 21号 李总理在会上讲话强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领导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主要职能 可以概括为 引导支持保护调控八个字 会议深入讨论了 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11月5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这个文件 而今天是11月15号 谁也没有想到 这份迟来了10天的文件 竟然能够一举扭转 陈爱中在本次会议上的颓势 当然 如果这份文件在11月5号就下达到山城区的话 那也就没有今天的会议了 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文件指出 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是我国农村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 要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 为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鼓励农民增加投入 提高土地的生产率 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 再延长30年不变 开垦荒地 营造林地 制杀改土等从事开发性生产的 承包期可以更长 为避免承包耕地的频繁变动 防止耕地 经营规模不断被细分 提倡在承包期内 实行增人不增地 减人不减地的办法 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 和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 经发包方同意 允许土地在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 少数第二第三产业比较发达 大部分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 并有稳定收入的地方 可以从实际出发 尊重农民的意愿 对承包土地做必要的调整 实行适度的规模经营 陈爱中匆匆地看完了这份文件 挣了好久 眼神怪异地看向杨小娘 心说这家伙到底是自己的惹祸经 还是自己的复兴呢 他搞的这一套居然符合中央的精神 并且走在了全国的前头 当会议室里面的所有人都传阅着 看完了这份文件之后 全会议室里面的人脸上的神色 真的是精彩极了 尤其是刚刚还在慷慨激昂 批评杨小娘错误的那几个人 此刻真恨不能地上有条细缝钻进去 不这么做不行啊 脸上挂不住 人家这么做是符合中央精神的 自己的思想落后了 刚才还他妈唧唧歪歪上钢上线呢 看起来这一次又踢到铁板上了 老陈能放过自己才怪呢 王贵有这一刻死的心都有了 杀人一般的眼神狠狠地盯着田峰 心说你个王八蛋啊 你可他妈害苦了我了 你不是说这种事情十拿九稳的吗 怎么他妈现在哑巴了 另一个最恨田峰的人是曾鸿海 看了这份传真件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心思做下去了 很多事他都要理一理 尤其是自己这次没有经过赵梁栋的同意 就跑到了山城区来开这么一个会 这要是一顶大帽子扣下来 说自己藐视领导都是轻的 自己就是典型的无组织无纪律 看着曾鸿海灰溜溜地走出会场 陈爱中依然稳如泰山地坐在那里 手里的烟都烧到手指头了 才稍微地动了动 田峰面如死灰地坐在那里 他知道自己这一次算是彻底的完了 底牌已经全部亮出来了 本想一举将陈爱中劈垮搞臭的 谁知道突然出了这么一个变故 陈爱中现在缓过气来了 能饶了自己那才算是怪事 此文一出 杨小年日才默然发现 自己搞的这一套 居然走在了中央的前头 自己搞的这一套 是符合中央精神的 看着最后传到自己手里的文件 杨小年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他也仅仅只是松了一口气而已 可是陈爱中和邵李明 却很是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契机 自己的侠下出了一项 走在全国前列的新鲜事物 这个机会要是都不知道抓住 那么成傻子了吗 抓住机遇 先整死天风再说 这几乎是陈爱中和邵李明 两个人这一刻的共同心声了 看到陈爱中还没有说话的意思 邵李明咳了一声 开始说话了 此人不愧是搞正宫出身的干部 说起来的话 简直力压千军 就差没有指着天风的鼻子 骂他是卑鄙无耻的小人了 其实反复无常 出耳反耳 自己说过的话 自己再咽下去 这样的人 不是小人又是什么呢 就连一向不参与派席争执的人 武装部部长李铁 这一次脸上 也露出了鄙夷的深情 关于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这个文件 当初在常委会上可是全票通过的吧 你这算什么 秋后算账也算不上吧 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作为区位常委 还有没有一点点的违信呢 还有没有一点点的人格 还有没有一点点的诚信 听着邵李铭的话 田丰和王贵有黄渤三个人全都哄了脸 低下了头 刚才自己批评人家批得很过瘾嘛 现在马上就被还回来了 只不过 这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两种心情 太不好受了 等到少李铭骂累了之后 陈爱中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啊 从今天田丰王贵有黄渤三位同志的身上 让我们看清了一个事实 吸取了一定的教训 我会如实的向市委汇报今天会议的情况 同时提请市委考虑 重组山城去班子 老陈这次是真的活了 也不怕丢人亮丑 直接就说明了 要提请市委重组山城去班子 在座的都是精英 还有谁能不明白这个话里面潜在的意思呢 说完了之后 老陈就走了出去 在门口就能听到他高亢的声音 啊 老主任 背车 我现在就要去市委 对 邵立民这个时候也追了出去 陈书记 我和您一块去 剩下的这些常委和委员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个个神情不安的坐在那里 心里七上八下的检讨着自己这一段时间在领导心里的表现 心说这段时间我对领导很尊重他 这个事情不会牵连到我吧 就在大家惶惶不安的时候 陈爱宗从市里面回来之后 却不再提这个话题 只是一天一趟的往筹备处跑 邵立民也几乎是两天就来上一趟 宣传部部长牛战魁同志带着创作班子 几乎就算是常住在筹备处了 半个月之后 当李家庄那片土地上的土地刚刚才凭整完 搭建大棚的材料 才刚刚运进来 还没有在一颗竹竿的时候 以山城区区委区政府联名签署的一份报告 就递到了早原市市委书记赵良栋的案头 三天之后 这份文件居然就到了省委程书记的桌案上 只不过最后的署名则换成了早原市市委市政府 成书记其实正闹心呢 这几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在外面威风八面的大书记到了家里 却没有一个人搭理他 女儿闹着要下基层锻炼 据说要去的地方就是这个什么山城区的筹备处 老婆子却死活不同意闺女到下面去受罪 娘儿俩闹得不可开交 最后却都把矛头指在了她的身上 老婆子抱怨他不管女儿的事情 女儿又抱怨他不理解女儿的心情 结果一家三口深陷在了三角大战之中 让威冕八丰大书记在家里面很没有面子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于早原市递上来的这份文件 老城看的比较认真 说实在话 当初山城区就因为发现了一个天然溶洞 就成立了一个什么龙泉凤山园林区 对于下面人这样的做事风格 他是从心里面不怎么满意的 但是就算是有什么不满意 作为统领全省工作的大书记 也不可能对下面一个县区的这种小动作说什么 但他却没有想到 电视上有关山城区的广告宣传片子刚刚过去 前几天报纸上又铺天盖地的掀起了山城热 什么山城的山美水美 是什么无污染的自然资源了 什么山城区的地里面富含微量元素了 等等等等被人吹嘘的神乎其神 这些东西一看就是有人故以为之吗 说山城的山美水美 是什么无污染自然资源 这个还有点道理 山城区那种地方少有什么像样子的大型现代化企业 无污染这一条还说得过去 可是说山城的泥土里面富含多种微量元素 这个事情可就不那么让人信服了 反正你说什么别人也是看不见摸不着 还不只能游着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真不知道欧阳名声那老家伙吃错什么药了 居然也学着别人出来为某一地方做广告 但是自从成明秀出去了两天之后回来 就哭着闹着要去那个什么山城区园林风景筹备处 老成自然而然的也就对这个地方上了心了 他让秘书好好的了解了一下 主要是想弄清楚 那种地方怎么能够吸引得住他的闺女呢 听完了秘书的汇报之后 老成不由的就呸唧呸唧了嘴 原来山城区搞的这个园林风景区 不仅仅是开发溶洞资源 还有什么绿色种植和养殖 这倒是引起了他的一些兴趣 中央的会议他也去参加了的 对于其中的精神理解的更透彻也更精疲 前两年国家在经济领域的投注 有点过快过乱 尤其是工业发展的有点无趣 喜则在于全国经济呈现出全面复苏的态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1991年 全国在建工程约9000亿元 到1992年扩大到2.2万亿元 而到1993年前五个月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又在上年基础上增加了69%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 中央银行多发了500亿元 而各地仍然较攒着缺钱了 年底 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会首次突破3万亿元 各省的民间公司增长非常的吸人 南越 钱州和乡省 是乡镇企业产值增长速度最快的三个省份 分别达到了55% 57% 和89% 尤其是在南越 这座经济开发的桥头堡 居然第一次出现了下岗这个新名词 在经历了几年艰难的思想解放后 当了数十年主人帮的工人们 开始接受自己不在于企业共存亡的现实了 濒临破产的国营南越 无线电厂裁掉了1000名职工 其中330人选择与工厂彻底分手 工厂根据他们工作时的时间 给予每年1300元的工龄补偿 从此 这些职工将走出厂门自谋出路 这种工龄买断的做法很快被广泛采用 各地的买断价格各有不同 从数百元到上万元都有 它成为中小型国营企业破产 或被私人收购时安置下岗工人的最主要方式 在南方的沿海地区 工人普遍能够接受这种方式 因为在这些地方 人们早已有了第二职业 那笔微薄的安置费 成为他们做小生意或自主创业的启动资本了 而在北方 尤其是老工业基地 人们已经习惯于把自己的人生捆绑在企业上 以厂为家 世代传承的工作与生活模式 使他们几乎丧失了独立的勇气和能力 尤其要命的是 这些地方也没有经商和创业的氛围 因而买断功龄 往往就意味着低水准 安定生活的消失 以及坐吃山空 随着国营企业体系的日渐瓦解 巨大的生存压力 在这些地方无比恐惧的弥漫开来 在改革的阵统中 城市平民阶层慢慢的出现了 纪海省是农业大省 又是新兴的工业强省 面对的压力自然也不小 纪海省没有南岳省那种浓厚的经商氛围 工人一旦下岗应该怎么办 全都去街头卖袜子吗 能养活一个人就不错了 更谈不上养活一家人 养小年升官纪 第105集 省委书记下山城 城市人口和农村闲置劳动力 在城市里面抢饭碗的事情 早就已经发生了 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归根到底 这是城乡之间公共资源分配不均造成的 如果乡村也有好的居住条件 好的学校 好的 谁愿意背井离乡跑到城市里面来打工啊 这一次 国家把重点转到了基础性农业建设方面 也有给过热的工业增长减速的意思 但就算是工业增长减速 也挡不住农民工进城的脚步啊 只有把农村的事业发展好了 才能把人留住 现在看着早原市递上来的这份报告 老城带着老花镜的眼神里面 就不由自主地露出了一抹惊喜 山城区这一步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不仅仅深切切合中央的文件精神 而且还能够创建新型的农村生产方式 提高产出效率 留住更多的劳动力 这个事情如果总结一下 是可以作为一个亮点提一提的 至于能不能推广 现在来说还有点为时尚早 但只要从省里面加以重视 想必山城区这些人 也不敢不搞出一点名堂来的 但对于女儿要去这个筹备处工作 老城还是从心里面不愿意的 筹备处的起点太低了 一步步按部就班的走上来 不符合自己对女儿的期望 省团委是正厅级单位 如果他肯去省团委待上两年 把级别提上来 往外一放就是正厅了 最低也是副厅啊 可是在筹备处待上两年 再到区域室这一圈子兜起来 没有十年八年的时间 想升到父厅的位置 那可不容易 自己也没有多少子女 只有一子一女两个孩子 儿子不喜欢受体制内的约束 自己办了停息留职 和人合伙做生意 女儿现在就是自己唯一的指望 任由她的性子来可不行啊 但是自己的女儿自己知道 这孩子从小别看表面上温顺 可骨子里面却有一种执拗的脾气 他认准了的道路 就算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 他现在闹着要去山城去 可不见得完全是出于对工作的考虑 能不能让他去 自己要先实地考察一番 才能再做最后的决定 嗯 就这样办 趁着枣园是递上来的这份东西 自己下去看看 也算是名正言顺了 当省委书记要来山城区 视察的消息传到山城区的时候 杨小年正在郊东一带 采购树苗和蔬菜种子呢 李媛媛接到了区委办公室副主任 毛洪敏的电话之后 一时之间都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现在筹备处这边 别看一天到晚的忙忙叨叨 可摆在面上的东西 却没有多少可以看的 省委书记来了之后 能看些什么呢 偏偏这几天 杨小年的家伙又不在家 别看他在自己身边的时候 自己觉不着怎么的 可他真不在身边的时候 自己才知道 这一摊子事情千头万绪 实在是不知道怎么下手才好 就在李媛媛深感独木难知的时候 杨小年在外面的日子也不好过 他这一次出去 主要是采购苹果 梨 桃 杏 梨子 樱桃 石粒 山楂 板栗 核桃 枣 葡萄 草莓等果树的树苗 以及 茄子 辣椒 西红柿 黄瓜 豆角 白菜 大葱等蔬菜种子 但等他根据欧阳老师的介绍 到了济海农科院才知道 人家的主要研究领域 居然涵盖了济海乃至黄淮海区域农业发展所需的 梁精作物 果树 蔬菜 储秦 桑残 土肥 植宝 水产等多个方面 他所需要的那些优良品种人家都有 只不过不在一个地方 全省各地市一共有15个基地 这下子可有了练腿工的机会了 出来的时候 因为家里面人员紧张 他只带了欧志鹏一个司机和郭小刚一个跟班 桑塔纳的后备箱里面还放着两大包钱 不管走到哪里 欧志鹏都提心吊胆的 就守在车里面不挪窝 在郊州的果树苗埔基地订好了货 联系车子 找人装车等等事情就交给了郭小刚了 郭小年自己就盯在苗圃里面 看着人挖过树苗 就怕人家干活不仔细 伤着树苗的根系 回来重不活也是白忙活了 这边好不容易装好的车子 盯住好司机开到什么地方找谁签收 又怕司机在路上出问题耽搁了时间 又怕李源源接到这些树苗之后 不知道怎么保管 跑到公用话亭里面给李源源打了好几次电话 都没人接 打其他的办公室也没有人接听 这个时候 杨小年就不由得想到了香港录像片里面 大傻歌手里抓的那块砖头块 如果自己和李源源每个人有一种那东西 也就不至于联系不上人而苦恼了 等到杨小年风尘仆仆地赶回了筹备处之后 眼看着满地都是黑压压干活的人群 他就不由得有点傻眼了 整个园林风景区所有的村子里的人全都加起来 只怕也没有这么多的人吧 这些人都是哪来的呢 这一次他是带着两辆拉着蔬菜种子的大车一起回来的 车子在筹备处的门口刚一停下 想不到第一个出来迎接自己的居然是陈爱中 小年啊 你可回来了 赶紧屋里面歇歇 喝杯茶 毛主任毛主任赶紧的 叫人过来帮着歇车 随着他的呼声 区委办公室副主任 啊不对 杨小年出去了这一天不知道 这女人现在可已经成为了办公室主任了 毛红敏小跑着从办公室里面走出来 这女人三十来岁 窑窍的身材油光粉面的一张脸蛋 那双腿修长圆润的都快赶上鸡腿葱了 一看到杨小年 他就笑成了一朵花 小杨主任回来了 赶紧去歇着 这些事情我安排人来干 这女人对杨小年也是心存感激的 没有王贵友参与批斗杨小年这个事情 他可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当上办公室主任呢 现在虽然还没有被任命为区委常委 可这也是早晚的事了 王贵友这次去了政协 依然是平级调动当了副主席 在老蒋并休期间主持政协的日常工作 他的头上虽然还顶着常委的角色 但明脸人都知道 他这个职务是很快就会被拿掉的 田丰和郭勇被调进了市里面另有任用 李分进这一次终于当上了政法委书记 而且还兼任着公安局局长的职务 他的头上和毛红敏一样 也没有戴上常委那顶光芒四射的帽子 郭勇的常务副局长被另一副局长姚振军接任 姚振军空下来的副局长成全了黄金 刚才升任政局长没有多长时间 他居然又升了一级成了副局长 但是最让杨小年没有想到的是 却是李媛媛被调到了建材局当局长 接替了黄金的职务 不过现在因为要迎接省委成书记到筹备处视察 李媛媛并没有马上上任 只等着杨小年回来交接清楚工作再走呢 这也就是说 现在的筹备处名正言顺 就是他杨小年当家做主了 其实山城区的这一番的人事变动 固然有上一次田风挑出来挑战陈爱中和少李明的因素 但也不排除隐含着陈爱中和少李明两个人权利在分配的产物 要不然的话 最起码李媛媛是去不了建材局这个山城区的财神衙门当局长的 现在山城区最好的单位除了财政局之外 估计就得算是建材局了 你柴中一下子弄上去了一个政法委书记 一个区委办主任 一个副局长 你吃肉总不能不给我留点汤吧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一次上去的常务副局长姚振军是少李明的人 这是铁定要进入常委的 另外建材局的位置给了李媛媛 也算是安抚少李明 一直不能掌控财政局那颗有点不甘的心 至于杨小年 从副主任升任郑主任 也算是对他的一种奖励 这个时候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在整个山城区有多红 要不是他资历且年纪轻 弄个副局长或者进常委都有可能 多少年了 山城区就没有来过什么大领导 最大的官也就到市委这一集撑破了天了 这一次 中央委员省委一把手 陈书记居然要下来视察 不要说山城区了 就算是早原市都热闹得跟过年似的 陈爱中和少李明这些人心里都明白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这个杨小年 把他从副科提成政科怎么了 你们谁有本事 能让省委领导下来看看 我也给你升职 你不是没有那个本事吗 他们两个人同意了意见 别的常委就算是有想法也不敢说什么的 没看到前方等人的下场吗 两位班长联手的威力还是很大的 即使就算是这个位置放在那里 其他的人也不敢拔枪的 这玩意都是杨小年自己鼓捣出来的 别人就算是想接手 一时半会也接不上 下手摘桃子 也得等到桃子熟了之后啊 现在的树都还没有种上呢 谁敢接手这一摊子事啊 就算再羡慕筹备出现在富的流油 可谁的脑袋也没让驴踢了 红红火火的这么一个摊子 到了自己手里垮掉了 到那个时候 可就不是丢官罢职那么简单的了 所以 这一次杨小年从副科变成政科 没有遇到一点阻力 但把眼睛盯着他空下来的这个副主人位置的人 却排出了二里地去了 但陈爱中却深知 万一城书记下来这一趟 要是肯定了筹备处的成果 那盯着筹备处这一块的 可就不仅仅只是山城去了 只怕全省的眼光都会看过来 别看这个副主任不算个什么 可要是和杨小年搭不好班子出了岔子 到时候自己也躲不清干系 所以 对于这个副主任的任命 陈爱中主张等杨小年回来 征求完他的意见再说 而这些排着长队竞争这个副主任的位置的队伍里面 其中就有毛红敏的弟弟毛红奇 要不咱 这女人怎么见到杨小年之后 笑的这么甜呢 这几天他可没少在陈爱中的耳朵边吹枕头风 无奈 对于政绩和情妇相比 陈爱中一向都分得很清楚 但这女人是陈爱中坐上区尾书记的位置之后才勾上手的 自然这也是毛红敏可以为之 自见 枕齐 两个人各有所需一拍即合的结局 但不论如何 现在陈爱中对于这个女人的新鲜感还没有消散呢 自然也不愿意让他生气 所以就悄悄的给他透了透底 说如果他弟弟真的想来筹备处 那最好还是让杨小年主动的要人 对于陈爱中说的这些 毛红敏自然是心领神会 陈爱中这几天天天蹲在筹备处当监工 作为办公室主任 他也名正言顺的跟着蹲在筹备处不走了 为的就是见到杨小年 先和杨小年搞好关系 其实要说起来 他这个办公室主任要是不加常委的话 那就和杨小年这级别是一样的 都是政科级 有些人经常会把领导岗位本身的级别 和领导干部的个人级别混为一谈 县委办公室主任这个岗位啊 其本身的级别为政科级 但通常县委办公室主任会同时担任县委常委 县委常委是副县级 因此根据干部个人级别 及他担任的最高职务为准的原则 担任县委办公室主任的这个人的级别 就成为了副县级 但是副县级仅仅是他个人的级别 是基于他担任县委常委这个职务而确认的 并不能改变县委办公室主任这个岗位 在法理上是政科级的事实 现在 毛红敏还没有担任常委 所以他的级别也只能是政科级了 大家都是政科 人家杨小娘凭什么就要给自己面子呀 全区其他所有的政科级 都可能因为自己担任的是办公室主任 整天在领导身边和领导走得近买自己的账 但唯独这个杨小娘 不可能因为这个原因买乎自己 杨小娘升官级第106集 被批出来的灵感 别的政科级买乎自己 无非就是看在陈书记的面子上 才礼仗自己三分 可人家杨小娘和陈书记的关系 一点都不比自己远 再加上经过医院的那个事件之后 毛红敏就曾经仔细地研究过这个年轻人 他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 杨小娘这人背后有人呢 自然 毛红敏心目当中认定的人并不是陈爱中 也不是赵良栋 他要是真的是赵良栋的亲戚 那天在医院里面 赵良栋就不会亲自出面了 虽然不知道杨小娘背后的人到底是谁 但这个人的能量 肯定比赵良栋还要大就是了 要不然人家怎么不会一个电话 就把赵良栋叫过来的 陈爱中在外面站着 区委办公室主任亲自招呼人卸车 自己也没有进屋里喝水的可能了 杨小娘只是把手里的包放在了桌子上面 就又走了出来 让他很意外的是 那些过来卸车的人他基本上都认得 这些人都是他们村子里的壮老李 大部分还都是在他老家的运输公司干活的 爬到车顶的那个五十来岁的汉子 别看已经满头花白的头发 可却显得身板壮实 杨小娘认得他 按照辈分 两个人还是同宗的兄弟 此人叫杨家智 杨小娘要称呼他一成三哥 哟 这不是三哥吗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今天公司里面没活吗 杨小娘一边往车跟前走 一边跟他打招呼 小娘啊 现在正是卖中几间 正是化肥销售的忘记 怎么能没活呢 这不是你这边急需人手 你哥把公司三队五队的人都调到这边来了吗 杨家智赶紧笑着回应杨小娘的问话 听说他现在跟镇长的官一边打 可不再是原来的毛头小孩子了 杨小娘心说我这边自然是急需要人手了 可也不至于这么急吧 运输公司一共五个队 大哥就把安排过来两个 再说了 我这边就算再急需要人手的话 自然有筹备出下面几个村子里面的人当壮工 可也用不着大哥派人来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但这个时候也不是他问这些话的时候 不由得就张望了一下 接着又问道 三哥 我刚没过来啊 你们这边谁带队的 来了 杨家智一边说着一边直起腰来 他站在车上站得高看得远 寻摸了一圈之后 也不由得说道 哎 奇怪了 刚才大华子还在这里呢 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 三哥呀 这些东西要小心点 轻拿轻放的 不要猛摔 郭小康 你交代好了啊 地上要垫层塑料物 存放这些种子可不能潮了 杨小年一边交代了两句 这才走回了陈爱中的身边 陈爱中正和毛红敏低声说着什么呢 看到杨小年过来就笑着问道 东西都才够齐了吗 你和李源源尽快办完交接 这两天就算不能把整个筹备处变个样子 可怎么着都把这附近的地方搞得有点看向出来啊 省委成书记带着省里的视察组下来视察 点名看的就是你这一块 小年责任重大呀 你可不能出了任何的披露 和李源源办交接 省委成书记要来 这都什么意思呀 看着杨小年有点发愣 毛红敏不由的就轻轻的笑了起来 陈首记 小杨主任刚回来 区位的文件肯定还没有来得及看呢 小杨主任啊 文件就放在你桌子上了 现在你也没有时间看 那我就大致跟你说说吧 这女人不仅仅脑筋灵活 更加上有一张憔嘴 三言两语就把事情说得很明白了 杨小年听完了之后 这才知道自己离开了这几天 李源源竟然成了建材局局长 自己也水涨缠糕 跟着又升了一几 要说起来 区里面这个安排倒也是个好事 可从今后 自己再想每天都见到李源源 却有点困难了 这又让她心里有点兴奋不起来 其实随着今后个人在仕途上的发展 不管是李源源还是阮凤灵 今后想一直都待在一个单位 绝对不可能 这个道理杨小年也是知道的 只不过她倒是没有想到 能够这么快就和李源源分开 怎么了 有什么困难吗 看到她脸上隐隐闪过的一丝犹豫 尘埃中神目如点 马上就发现了杨小年的不对劲 这个年龄的小伙子 听到升职应该高兴的 合不拢嘴才对呀 就算这小子少年老成 在自己的面前可以保持稳重 可也不应该有一丝 黯然不舍的神经啊 没有 既然陈书记这么相信我 把筹备出的担子交给我了 就算有什么困难 我也一定能克服 请陈书记放心 请屈尾放心 这就是拍马逼的学问 他先说是陈爱中相信他 再说请陈书记放心 请屈尾放心 重点突出的就是陈爱中个人 然后才是屈尾 这就是在表明他心里感激的是陈爱中本人 至于屈尾不过是个符号罢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现在陈爱中就是屈尾 但是屈尾却不等同于陈爱中 这一前一后可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杨小年话里面的意思 陈爱中自然心领神会 抬起手臂摸索了一下 梳得整齐的头发 笑呵呵的说道 这样就好 这样我就放心了 他这边正说着呢 就看到一个大幅翩翩的矮胖子 从李源源的办公室里面走了出来 那家伙本来一脸鼓脑下 没想到出来就看到陈爱中了 他倒腾着两条又粗又短的罗圈腿 小跑着走到了陈爱中的面前 笑着招呼了一声 谁主见 接着那张脸就变得跟哭脏一般的难看 陈叔姐 李主任这么做 可有点不大合适啊 您可一定要为我们意见公司做主啊 这家伙变脸比翻书还快呢 真难为他是怎么练出来的了 陈爱中凑了一下眉头 看着胖子问道 刘金城 你这是什么样子啊 到底怎么回事 我做什么主给你啊 这胖子叫刘金城 是建设局下属山城区第一建筑公司的总经理 杨小年出发在外不知道 这次接到了区里的通知之后 李远远眼看着筹备处这边光秃秃的土地做了难 省委书记要来视察 总要有点什么看头吧 于是他就给这个刘胖子打了电话 请求他的支援 想让他给调几台挖掘机推土机过来 把板房附近的土地该平整的平整 该挖钩的挖钩 该抬起来的弄成台田 最起码有这些机械在这里 到时候就算是领导来了 也有点看下来 可是第一建筑公司现在手里面接了法院的宿舍楼 也正是忙活的时候 就只给派了一台车三五个人硬件 刘胖子的盘算打得很精明 这样既不得罪李远远又不会误了自己赚钱干工程 要说起来他这打算倒是没错 可错就错在他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 结果就正好赶上陈爱中亲自来督导筹备处工作 看到就那么一台车在眼前瞎他们晃摇 不由的就不然大怒 叫来了李远远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呵斥 李远远其实心里也够冤屈的 自己跟刘金城联系了 人家不给人自己也没办法呀 但是这个话他当着陈爱中的面不能这么说 也只好说一件公司忙 没有多余的人力物力支援筹备处 一件公司没能力 你就不知道找别人呢 你就不知道给区委汇报 这是什么样的事情 误了事你能担当起来吗 陈爱中本来就对李远远有点小意见 现在抓住了把柄 自然不肯放过批评他的好机会 结果被他这么一批评 李远远还真就想起了除了一件公司之外 还有其他人也是搞这一行的了 杨小娘的父亲不就是搞建筑公司的吗 我怎么把这茬给忘记了呢 于是李远远就一个电话打过去 杨玉春倒是二话没说 马上就安排人和车赶了过来 两下李这么一笔 李远远马上就看出 现在的私营企业干活的效率比国营单位高了 一件公司那几个人按点上下班 到点救他们要休息 人家杨小娘家的公司 没黑没白的连夜盖 歇人不歇车 这个效率一笔之下就看出来了 所以在听到自己马上要调走的消息之后 李远远眼珠一转 找到杨大华 说要和他签订一份用工合同 不仅仅筹备处这些土地平整 勾取开发的活都交给他来干 就连办公楼的建设和地面硬化修路这些活 也都想一起交给他 这幸快还是杨大华这个公司没有修桥的辞职 要不然的话 李远远只怕连修造彩虹桥的工程 也会一起发包给他 趁着杨小娘没回来 自己先把这个合同给杨大华签了 就算是杨小娘回来了 为了避嫌 想把杨大华赶出去都不可能了 刘金城听了这个消息 可就再也坐不住了 现在第一建筑公司不死不活的 刚接了法院家手区几栋楼的活 算是有点事干 可这几栋楼才能赚几个钱呢 比起来筹备出这些大工程 那真是小屋见大屋啊 你李远远原本只是说挖沟平田 什么时候说修路盖楼的事情了 你现在把这些工程都交给了一家私人的建筑队伍 你算是什么意思啊 第一建筑公司隶属于建设局 下面两个建筑公司都算是事业单位 公司的一把手都是副科级干部 只比李远远差了半级 所以刘金城自认为 自己亲自去见李远远 李远远应该给自己这个面子 于是他也顾不上什么面子不面子的 亲自跑到李远远的办公室里面 要求把这些工程还是交给一建公司来做 不管怎么样 一建公司还是山城区的事业单位吧 咱可不能胳膊肘往外撇啊 可哪知道李远远的态度很坚决 毫不客气的对刘胖子说道 对不起了刘总 当初我让你们过来的时候 你们不愿意来 现在我和人家都谈好了 你在恒生截肢 这总不是那么回事吧 凤山镇第二建筑公司 难道就不是咱们山城区的企业了 现在国家都在鼓励发展私营民营企业 你这个说法就不对吗 那我们也是派了人过来的嘛 这么一大锅汤总不能都让那个什么第二公司喝了吧 刘金城也豁出脸面不要了 为了一建公司能够生存下去 我就算是给你跪下都行 李远远为难道 那你说还能怎么办 我这合同都打印好了 现在马上啊就要给人家签订了 要是再转让给你 我们筹备处还有什么幸运可言呢 刘总啊 要不这么办行不行 规划中在西面河面上还有座彩虹桥 那可是将近三百万大工程啊 你要是你想要 我就把这个交给你 这句话几乎没把刘金城给噎死 别看他的公司在规模上看着比杨大华大 可他也没有修桥的自制啊 这个活就算是交给他 他也接不下来 眼看着人家那边拿出合同就要签字了 自己再留下来也是自取其辱 于是刘金城则才搭了着脑袋走了出来 没想到出门就看到陈爱中了 这下子他就像是还没断奶的孩子看到了亲娘一样 马上就跑到了陈爱中面前 告了李源源一撞 陈爱中一直黑着脸听刘金城说话 一直到突然把话说完也没有什么表情 杨小年在一边听得直皱眉头 心说李源源 你这倒不是胳膊肘往外撇 可你往里撇得有点过了吧 就算你想照顾咱自己家的生意 那也得有个限度才行啊 把事情做得太绝了 是会遭人嫉妒的 终于陈爱中哼了一声 冷着脸对刘金城说道 我现在才算是知道 你们这几家建筑公司 怎么就会搞不好了 你没有区里的支持 你没有技术有设备 按道理来说 在山城区还没有任何一家民营企业 可以竞争得过你们 可你们为什么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呢 整个建设局都被你们拖累的 因死养不活的 年年赤子不断 你想没想过为什么会有这种局面 没有想过吧 我来告诉你 这是因为你们没有责任心 没有进取的意识 没有危机感 你们这样的单位 趁早过去散完事 省得我一年还要给你们添进去几百万 你马流金城 你早干他们什么去了 筹备出这边 敲锣开张这么长时间 上次我还让你们过来平整门口这条路的吧 你脑子里面装的都他妈是什么呀 那时候就应该想到这是一个大的机遇嘛 可你们在干什么 全区两家国营建筑公司居然没有一个主动上门联系的 还要等人家筹备处的人去请你们呀 现在只要是有钱 谁不跟苍蝇建了写实的就扑上来呀 等你们想明白了 黄花菜都他妈凉了 就你们这样的 我还要帮着你们 我全区的财政收入百分之四五十都扔你们身上了 连工资都自己赚不回来的单位 我要你们干什么玩意儿啊 杨小年升官纪 第107集 你还没那个本事 他这番话说下来 刘金城那张脸就真的变成苦瓜了 其实禅眼中说的一点都没错 他就是让他自己是政府部门下属单位 等着别人找上门才做生意的 平时碍于面子拉我下脸来 才不愿意外出求人 再差我也是个副科级的总经理 难道说像讨饭的一样 去和那些建厂子盖房子的商户赔笑脸 那也太到价了吧 现在南方一些地方机构改革 单位破产都搞起来了 据说区里面也正在酝酿着要砍掉一些累赘 听陈收集这意思 不会这第一刀就砍到自己的身上吧 杨小年却知道 这个事情既然刘金城已经跑到陈爱中面前说起来了 自己就不能装糊涂虫 到以后别人要是指责自己 肥水不留外人田 说自己和家人合伙 变相贪污公款什么的 自己就算浑身是嘴也说不清 于是杨小年就愣了一下 假装没听明白的问道 刘总啊 你说什么 你说李主任签约的是凤山镇第二建筑公司 啊 是啊 杨主任 你回来了 真是不好意思啊 刚才没看到你老弟 刘金城这句话倒是真的 刚才他一门心思都在陈爱中身上呢 还真没有看到杨小年就站在陈爱中身后 杨小年对他摆了摆手 是一没事 然后杨小年就往前走了两步 靠近了陈爱中 低声道 真是假 刘总说的那家公司我知道 他说我父亲开的 这个李主任搞什么呀 怎么能这么办啊 就算那家公司做的再好也不能用啊 陈叔姐 我这就去找李主任去 这个合约可签不得 啊 为什么签不得呀 杨小年 你这个想法就不对嘛 什么叫人家干的再好都不能用啊 你懂不懂什么叫举贤不避勤 现在筹备出正是用人的时候 这里里外外不都是杨大华那家公司的人在做事情吗 你现在让人家回去 这些公子谁来做啊 耽误领结上级领导视察的大事 你负责吧 陈爱中是什么人 一听这小子居然还敢在自己面前玩这一套 不由就有点心里不悦了 可是他看看在自己跟前半死不活的刘金城 再看看杨小年的脸神 也就明白了杨小年心里在顾虑什么 他一边说着就一边看着杨小年 心说你小子给我玩这一手还嫩了一点 哎 话虽如此这么说 可这毕竟也不是你杨小年签的合同吧 你连举先不避勤这一条都算不上吧 这样吧 你去看看 给你哥说一声 他一下子接这么多工程又干不过来的 多少赢给一剑这边一点吧 免得到时候干不完 还算那么约 杨小年心里不由的一撇嘴 心说 得 姜还是老的了 我这边刚玩了一手花胡哨 他老人家马上就把好人贴到自己个头上了 我不仅落了个白忙活 还要让我哥把活儿让出来均给留胖子点 但面对陈爱中玩的这一手 他也是一斤点办法都没有 不仅仅不敢说什么 还得乖乖的照办 去找了李媛媛和杨大华 说明了要把工程让给刘金城这边一点 李媛媛不置可否 杨大华却不干了 凭什么呀 我又不是干不过来 现在别的东西不好找 两条腿的人多得是 我正打算再买几台机器呢 趁着这个大好时机 好好地把咱们家这个建设公司做起来呢 你别怕他流胖子 我听说去李正准备 把一件和二件都承包出去呢 弄不好 我就把他给兼并了 到时候他连个屁都不是 这个话等你兼并了他再说吧 现在你一天也没有兼并他呀 就要按照我说的去做 杨小年也不给他哥多啰嗦 直觉觉地扔下这句话 就把杨大华赶了出来 你要是想明白 回家问问咱爹去 我和李正准还有事情商量 你先一边去 看着杨大华走出门之后 杨小年才一脸不甘心地问道 怎么就上建裁局了呢 你自己要求他 你先别说这些 我跟你说个事情 就那李媛媛一边说着 一边往外面怒了怒嘴 就那区委办主任 王洪敏的地点 也想来筹备出当个副主任 那女人给我说了几次了 想让我主动开口要人 你没回来的时候啊 我一直顶着没答应呢 我觉得他想来 你也没必要得罪人 但现在筹备出的工作量大了 只要一个副主任可不行啊 李媛媛一边说着 一边看着杨小年的脸色 她发现杨小年一开始的时候 有点错个的神色 但随即就露出了一丝不可捉摸的微笑 想明白了 李媛媛很是妩媚地看着她问道 这有什么难明白的啊 一个副主任的话 未免全民过重 有的时候足以架空郑主任 就跟我似的 可要是有十个八个的副主任 不仅仅可以分散他们手中的权利 还可以冷眼看着他们自己窝里头 何乐而不为呢 杨小年也笑呵呵地看着李媛媛说道 李媛媛就翻了翻白眼 哼了一声 哼美得你了 人家那是想让你架空 不然的话呀 就凭你还没那个本事 啊是吗 那今天晚上 我倒是要试试 杨小年冲着李媛媛狠色的一笑 没等他说什么 就站起身走了出去 这个时候可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啊 陈老大还站在外面呢 等卸完了种子 天色就已经晚了下来 杨小年本来是打算晚上和李媛媛一起吃饭的 但幸好他这个想法没有和李媛媛说出来 陈爱中一直坚持到最后 都没有提前回去 眼看着事情都忙活完了 这才对着杨小年一交手 小年 你坐我的车 咱们一块走 啊 啊啊 好 杨小年新手老陈 不会是还有什么事情 要单独给自己安排安排吧 省委书记要下来试查 在区里 这可算得上是大事了 哪知道上了车之后 陈爱中才笑呵呵的说道 哎 今天是小静他妈妈的生日 那丫头下午都没来上班 陪着他妈在家忙活呢 直到你今天回来 给我下了死命令 让我把你叫上 一块吃饭 哎呀 这 陈中姐 你 你看我也不知道 也没给婶子准备什么礼物啊 我还是自己开车走吧 到区百货大楼 给我婶子挑件东西 杨小年一听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马上就要下车 自己开车回去 缠爱中一瞪眼睛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刚才没有提前跟你说 就是怕你弄这些虚的 只要你人能去就行了 你婶子也说了好多次 想见见你呢 就这么去就行 什么都不用 在车子前面 副驾驶上 坐着毛红敏 听着缠爱中这个话 心里不由的 一阵不适滋味 这男人趴在自己身上 快活的时候 恨不能药天都给自己半个 可他心里 想着的还是自己的老婆孩子 同时他又有点 羡慕嫉妒杨小年了 这小伙子也不知道 怎么就被陈明镜看上了 居然就能够深得 陈爱中的清代 区委书记老婆过生日 他也能够登堂入室 跟着一起去家里吃饭 这可是山城区多少干部 想都想不到的好事啊 自己跟在陈爱中身边一天了 陈爱中就一句虚让的话 都没有说 其实就算他让自己跟着他回家吃饭 自己也不敢去 可是陈爱中说和不说 对于自己来说 心情却是不一样的 其实毛洪敏哪里知道 被他羡慕妒忌恨的那个小伙子 现在坐在他身后 心里也正在发愁呢 自从上次陈爱中在办公室里面 给自己说了那番话之后 杨小年就借口工作忙 一直也没有安排两家见面 一起吃饭的事情 今天自己跟着陈爱中回家吃饭 也就是表示自己和陈明镜的事情 算是板上钉钉了 按照山城区这一带的风俗 男女之间谈对象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如果两个人以及两家人 都没有什么意见 两家人就要见见面 把事情定下来 这也是约定俗成的一种规矩 虽然在法律上没有什么效力 但是这却表示着杨小年 和陈明镜的关系 受到两家人 以及亲属朋友的赞同 现在杨小年身边 好几个女人围着转圈子呢 其实从信里面来说 她并不想现在就和陈明镜 把事情确定下来 以免刺激李源源等人的心情 谈恋爱和定下来 是两回事 谈恋爱这个阶段 不管是对于男方还是女方 都没有什么约束力 今天觉得你不错 想给你谈 明天可能又找到了 更加理想的另一半 不和你谈了 这种事情 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 以及双方的家长 一般都会接受见识 不会纠缠了对方怎么样 但是定下来的话 就等于双方签订了 一份无形的契约 男女双方就都有了 一定的权利和义务 你再在外面勾三搭四的 对方就有了监督和制约你的权利 同样 不管是男女双方 如果觉得不合适 想分手的话 那是要说出个一二三来的 但是在这种情形之下 杨小年就算是不想也不可能了 他总不能给陈爱中说 我现在还不想和你女儿定下来 我还想再雕条连连的看看 有什么更合适的人没有 估计这个话 杨小年如果敢说出来的话 陈爱中绝对会当场翻脸 跟着陈爱中走进他的家之后 牛力和陈兵敬早就已经做好了 一大桌子的菜在等着了 陈兵敬可能是闲做饭的时候 弄了一身的葱花味 杨小年进屋的时候 他正在洗澡呢 客厅里面只有牛力一个人 沈子好 今天刚从外地回来 也不知道是沈子你过生日 被陈书记拉到车上就来了 也没有来得及给您准备什么礼物 一见到他 杨小年就赶紧问好 身材丰盛的牛力 今天算是看到了女儿心头喜欢的小男人了 一看这小伙子高高大大 英俊潇洒的样子 他心里顿时就喜欢上了 听着杨小年给他问好 牛力那张富太的脸上 早就笑成了母腊花一样 哎呀 这就是小年吧 这孩子嘴可是真甜 累了吧 赶紧坐下歇歇 等小静洗完澡 咱就吃饭 准女婿第一次来家 牛力还是很高兴的 对于杨小年没给自己带什么礼物 她倒是显出了一副宽容的态度 女儿能找这么一个小伙子 她很满意 丈母娘看女婿 她越看越是心里喜欢 根本就不会在这些小事上面计较什么 牛力只有陈冰静一个闺女 爱屋即屋嘛 现在就把杨小年当一家人看了 小年 什么礼物不礼物的 婶子根本就不在意 只要你和小静好好的 婶子就心满意足了 今天第一次见面 原本我不该这么说的 可小静是我的心头肉 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敢欺负她 我可不愿意 看起来 牛力对杨小年实在是很满意的 第一次见面就把这种话都说出来了 这就表明她对杨小年和闺女的事情是认同了的 不过她这个话还是说的杨小年一阵心跳 自己做的事情自己知道 在牛力的面前说句硬气话的勇气也没有 只能假装拘谨害丧的样子 干笑了两声遮掩了过去 不过她这个举动 却又让牛力眼嘴笑了一下 心说这个年轻人不张狂 很稳重 我闺女眼光不错 这时陈明镜出来了 可能是听到杨小年的声音了 只穿了一件刚包住风臀的浴衣 头上裹着一条白色的浴巾 两条白生生性感的小腿裸露着 粉嫩的小脚 塌了着一双粉色的拖鞋 踢踢踏踏地走到杨小年的面前 那张精致的小脸蛋 也不知道是被浴室的热气熏的 还是戴了一层微微的羞涩 一双妩媚的大眼睛 眼神扫了一眼 坐在她老妈对面的杨小年 轻轻地笑了笑 扭着细腰 坐在牛力身边笑道 妈 你尝尝让我把它带回来 让你看看 现在看到了吧 还不是一个鼻子两只眼睛 没有什么特别的 她说的虽是玩笑话 可牛力也能从中听出 女儿对杨小年用心之深 以自家女儿的稳重 矜持 冷艳 蓝语 她肯在自己面前打去杨小年 可见这丫头对杨小年十分倾斜 要不然 自己闺女冰山美女这个外号 可不是白白得来的 她对谁多看过一眼呢 和谁说话这么随便过 这傻丫头 谈恋爱谈的都转性子 一边想着 牛力却伸手在爱女的肩膀上 拍了一巴掌 无限联系地说道 你看看你这是什么打扮呀 回房间 换折衣服我出来吃饭 老陈 你那个什么 什么台的那个好酒 拿出来两瓶 杨小年升官纪 第108集 隔窗看花 花更艳 刚换了一只衣服出来的尘埃中 一听她这个话就笑了起来 看了看杨小年 心说这小子还真有本事啊 刚来这么一小伙 就哄得老牛团团转了 平时自己在家喝点酒 她都唠得大半天的 这顿饭 倒真是吃着其乐融融 一直到了晚上10点左右 杨小年才被陈兵静 开车送回了 农林水利局的宿舍门口 趁着酒劲 在车里面 杨小年搂着她上下棋手 出去五六天 没沾着婚信了 要不是路上这个点 还不时的有车灯晃进来 杨小年几乎就想在车上 把陈兵静正发了 其实陈兵静也被她又摸又亲 弄得心圆一马了 心里像揣着15只小老鼠 一般七上八下 幸好有一辆车子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居然停在了陈兵静的车跟前 摁了两声喇叭 陈兵静这才反应过来 没有失手 把杨小年推下车 一溜烟的开走之后 心里还想着 杨小年会不会怪自己而生气呢 其实她却不知道 杨小年在经过 李媛媛家门附近的时候 终于还是没有忍住 偷偷溜进了李媛媛的家里去 11月中旬的天气 晚上已经带了寒意 可当杨小年翻墙进入李媛媛家之后 却发现李媛媛卧室里面灯亮着 从窗户里面 她就能看得到 李媛媛正坐在窗户前面 裹着一件粉色低胸连体短裙一般的衣服 翘着二郎腿 露着半截雪白的小腿 那粉嫩的小脚丫 随着她性感圆润的小腿 在空中一晃一晃的 杨小年知道李媛媛有一张竹子编织的摇椅 夏天的时候 她总是喜欢坐在这张椅子上面 隔着窗台 看着院子里面盛开的鲜花 可现在的满院子的花草 大多已经枯萎了 她这个时候还坐在窗子前面看什么呢 杨小年在窗户外面观察了一会儿 发现李媛媛一直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之中 并没有注意到自己 不由的又往前靠了两步 李媛媛并没有拉上窗帘 从杨小年站立的位置看过去 不受任何阻碍 就能看见她那雪白的脖杆 以及胸前那两团饱满 挤出的深深沟壑 再往下 隔着那层不算厚的睡袍下面 就是她引以为傲的小蛮腰 和异常平滑的小腹 杨小年尽情地扫射着 她全身上下每一寸露在外面的肌肤 李媛媛也不知道正在想什么呢 想得入迷 坐在椅子上面 保持着身体前倾的动作 一只手托着香腮 另一只手放在摇椅子扶手上面 面色不温不火 不喜不悲 挂着一点淡淡的胶球 新海泛舟 心事漂泊在无际的遐想中 四千军万马奔涌的潮汐 在窄窄的新海蠢洞 一滴露珠滴碎水面的一轮圆月 留下迷离闪烁的惊影 亦或是最残忍的那抹烟红 不见你来 想你来 又怕你来 嗨 我到底想怎么样 随着李媛媛一句低语 杨小年顿时变得有点吃吃呆呆了 何以摆练钢 化为绕之柔啊 圆圆啊 我已经来了 就在门外呢 随着杨小年的低语 她就推开 并没有从里面关闭的房门走了进去 迎面看到的是 李媛媛青泪满面的那张胶面 今天杨小年跟着陈矮中回家吃饭 这让她心里很酸很酸的 其实对于和杨小年之间关系的定位 不仅仅是杨小年自我矛盾 李媛媛心中也如同一团乱蚂一般 纠结万千 思细不开 回到家中的这段时间 她就一直坐在窗前思索着这个问题 从情感上来说 她觉得自己现在不管怎么样 都已经离不开杨小年了 但是从理智上面来说 她又觉得自己如果和杨小年在一起 对杨小年来说 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首先 自己父母那一关就很难过得去 别看老妈也知道了自己和杨小年之间的关系 但自己真的要嫁给这个小男人 那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再则说了 陈明镜毕竟是在自己和杨小年好之前 就谈着朋友打 自己插足进来 也算得上是从人家陈明镜手里面横刀夺爱 这要是放在一个普通女人的身上 或许没什么 但自己是省委副书记的闺女 陈明镜真的大闹起来 那可不就仅仅只是自己的脸上没有光彩了 拿又拿不起 放又放不下 李源源的心里实在是感觉到了为难 一面是对杨小年割舍不下的爱恋 一面是对她去了情敌家中的怨念 正想着今天杨小年是不是会和陈明镜发生点什么 是不是她把自己忘记了不会过来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让人讨厌又让人牵肠挂肚的声音 居然从窗户外面传了过来 李源源惊喜娇瞎的站起身来 还没有见到杨小年 眼里面的泪水就不争气的流了出来 李姐 源源 你这是怎么了 杨小年心说刚才还好好的呢 怎么突然之间就哭起来了 没有 没什么的 抱紧我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 李源源一边说着 自己倒是先伸出了手臂 搂住了杨小年 今天的李源源情有所感吧 在床上的时候显得比平常都奔放 她和杨小年在激情的接触中 表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饥渴 双腿双臂八爪鱼一般的把杨小年缠得死死的 没开二度之后 她的脸色变成了珠色 却依然不想放过杨小年 杨小年的手在她光滑的后背上抚摸着 低声感叹道 筹备处的土地租出去了 现在眼看着就要走上正轨 这块大蛋糕马上就要做好了 你却没咬一口就走了 你呀 小混蛋 谁让你这个时候说这个的 你是我的男人 这块大蛋糕 咱们谁吃还不都是一样的 小年 我想再提醒你一句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都不要往关款里头伸手 你只要拔好了这一道关口 人家就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了 李源源一边说着 也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正好好的 你叹什么气呀 其实我心里也明白 说不定等不到那一天 我也会被调走的 革命干部一块转 哪里需要哪里搬吗 杨小年嬉笑着 在李源源的嘴唇上亲了一口 像是自嘲 又像是开启他一般的说道 行啊 你这思想觉悟很高啊 现在我们杨大主任 就可以胜任区委书记的工作了 要不要我给你走走后门 把禅爱中碾一边去啊 李源源故作媚态的笑着说道 杨小年听着她的话 一只手就顺着她光滑的后背往下摸去 那我当然愿意了 你肯吗 第二天上班之后 杨小年在工地上四处转了一圈 看到人们该干什么干什么 根本就不用她督促 就全都表现出了一副热火朝天的样子 在这种状态之下 如果自己还非要站在一边监工不可的话 那简直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呢 因为出差的原因 杨小年显得有些精力旺盛 再加上李源源刻意奉承 让杨小年享尽了以泥温情 昨天一晚上要了李源源五次才算是罢休 累倒是不觉得累 但一晚上没好好睡觉 她还是感觉到有点困了 回到办公室之后 关上了房门 躺在沙发上 居然迷迷糊糊的就睡了过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办公室上面电话铃声刺耳的响起 才把杨小年从中宫那里面叫了回来 啊 喂 谁啊 伸了个懒腰 一边打着哈欠 杨小年一边抓起了电话 小杨主任呢 是我 毛鸿敏 听出来没有啊 这女人真的是自来熟啊 可能是干办公室的人都这个样子吧 杨小年一边想着 赶紧笑着说道 啊 毛主任啊 你好 你的声音我还能听不出来吗 呃 那不是木屋领导吗 有什么指示 您说 哼 杨主任啊 你可真会说话 我哪里是什么领导啊 我比你大 算是你姐姐总是没错吧 是这样的啊 弟弟 中午姐姐呢 想请你吃饭 这个面子你不会不给吧 他自顾自说 还没等杨小年同意呢 就已经开始以姐姐自居了 这女人请客 无非就是想办他弟弟的事情吧 杨小娘一边和他客气着 心里一边想着 这女人看着是要上常委的人 自己得罪他也实在是划不来 再说了 自己不都和李元元商量好了吗 既然他想让他弟弟来当副主任 那就尽管来好了 关键的是自己怎么才能借助这个机会 多要两个副主任过来才是真的 既然毛主任说了 那我就确实不公了 你说地方 等一下我直接过去吧 他既然开口说请自己的话 自己要是不去 反而会被他认为自己有其他的想法 所以杨小娘很干脆的就答应了下来 电话那边的毛鸿鸣 可能是感觉到了自己辈有面子 不由笑的更加动听 那好啊 你不要过来了 等一会儿啊 我让车子去接你 区里面这些馆子都吃过了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咱们呢 去早圆试吃 办公室主任就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我就不信去早圆市吃饭 你会掏自己的腰包 一边答应着 杨小娘的心里一边暗想着 就不由自主的摇了头 其实不要说区尾办主任了 就算是下面各个行局 只要是手里有点实权的小干部 谁吃饭花着自己的钱了 可是让杨小娘没有想到的是 毛红敏的电话挂掉没有多长时间 桌子上的那架电话又响了起来 这次打进电话来的是李芬进 他居然一张嘴也是说要请客 杨小娘一边接着电话 一边心里还在想呢 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呀 怎么接连两个马上要进入常委的人 邀请自己吃饭呢 你们可都是大神 我一个小科技干部 不值得你们这么挂念吧 杨小娘已经答应了毛红敏的邀请 自然就要拒绝李芬进的邀请 但是李芬进还没等他开口推迟呢 就接着说道 恭喜了杨兄弟啊 你这转眼之间就复刻变证刻了 兄弟 今天这个面子你可一定要给我 陪刻的人我都找好了 人家是为了祝贺自己高升请客 再加上他连陪刻的人都已经找好了 他这个霸王应上宫的请客方式 还真的让杨小娘不大好意思说不去 李芬啊 不 现在应该称呼你李书记了啊 实在是兄弟我分身乏术啊 你打来电话之前 刚才接到了驱尾办毛主任的电话 晚上我和他已经约好了 你看这个事情弄的 毛红敏啊 他约你到哪里去吃啊 听到杨小娘是和毛红敏约好了 李芬进不由的愣了一下 这才接着问道 杨小娘顿了一下 这才说道 李书记 这可不是我胆敢瞒着你 实在是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安排的 刚才毛主任只说一会儿过来接我 并没说去什么地方 啊 原来是这样啊 那行 咱一会儿见啊 没等杨小娘说话呢 李芬进那边就砰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拿着手里的话筒 杨小娘不由的就是一阵子发乐 心说什么呀 就一会儿见 我的话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这个李芬进这是抽什么疯啊 咱就不能改个时间吗 放下话筒 看了看手腕子上面的手表 指针已经指向了11点的方位 分针也已经指到了8的这个数字上 还差十几二十分 就12点了 毛虎鸣大概很快就会赶过来了吧 一边想着 杨小娘就开始收拾了一下自己放在桌子上的小包 然后坐到沙发上脱下了自己走基层的胶鞋 换上了那双赠名袜亮的黑皮鞋 毛虎鸣说去早原市吃饭 自己穿着西裤 脚上配着这么一双黄胶鞋 哼 实在是有点不成样子 他这边收拾好 门口就传来了敲门声 随即毛虎鸣的声音就隔着门传了过来 小杨主任呢 说曹操 曹操就到了 这女人还是很准时的嘛 一边想着 杨小娘就走过去拉开了房门 却发现 站在门外面的毛虹鸣手里 还提着一个红色的塑料袋子 隔着袋子 勉强能够看得出来 里面是码得整整齐齐的几个长方形的扁盒子 上面写着 中华憋经的字样 杨小娘升官纪 第109集 李奋进不合常理 1993年8月13号到22号 在德国司徒加特举行的 第四届世界田径锦标赛上 王军霞获得世界田径赛金牌 马家军一举席卷了女子1500米金牌 3000米金银铜牌和1万米金牌 七运会上马家军连超女子1500米 10月第五届世界杯马拉松比赛 马家军夺走前四 这一年 马家军连续66次刷新全国记录 亚洲记录乃至创造世界新记录 王军霞被国际田连评选为年度世界最佳运动员 马家军的辉煌成功让国民大呼痛快 仿佛一夜之间扫去了东亚病夫的耻辱 人们对马家军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好奇 同时嗅觉敏锐的商人也在第一时间嗅出了其中的价值 就在世锦赛后的一个月 一则广告便在全国的电视台上播出 马俊仁坐在一张报告台前 好像是在开一个世纪报告会 讲到如何取得了好成绩时 他突然举起了一盒保健品 用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大声说道 我们喝的是中华别经 由此开创了广告的一种新的模式 一直到现在 动不动还有一些人打扮成各种专家的样子 在电视上给你讲 是从深海域类体内提取的精华纤维素 经过高科技配方组合而成的纯天然污染高效药物 他百分之百可以让你做真正坚强的男人 永不低头 也因此带动了此后数十年各类保健品的疯狂 真是你方唱吧 我登台 不看疗效 看广告 但不管马家军是不是真的靠喝这东西才拿到的冠军 可眼下这东西却是送人的最佳实选 想着小娘主任在筹备处工作很辛苦 就给你带了几颗补品 据说这东西很管用的 马家军都是靠他才拿到的冠军 毛红敏一边往里走 一边笑着说道 这怎么好意思呢 我怎么能收毛主任的礼物呢 这玩意这段时间卖的挺火 一盒子要十几二十块钱的样子 别看毛红敏这个塑料袋里提在手里轻飘飘的 可是里面装的东西却价值一两百块钱 这么重的礼 杨小娘还真不敢要呢 杨老弟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随着话声 李奋进一头就闯了进来 在他的手里同样提着一个红色的塑料袋子 里面装的居然是和毛红敏手里提着的一模一样的盒子 杨老弟 你在筹备处这种地方工作 一定要注意好身体啊 我给你带了几盒憋筋 你先搁着 这玩意据说 这不是毛主任吗 你怎么也在这里啊 他一边说着 一边眼睛瞪得溜圆 好像看到毛红敏在杨小娘办公室里面 真的很惊讶的样子 我鄙视你啊 让你装 不过就连熟知内情的杨小娘也不得不承认 李奋进装的还真像 虽然说两个人马上都要进常委的 可人家李奋进是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 就算级别一样 其本身的职务可不比自己这个办公室主任差 毛红敏在李奋进面前也没有可以拿大的资格 所以看到李奋进也提着憋惊来巴着杨小娘 毛红敏就赶紧一脸笑容的说道 哟 难道他也有什么亲戚想到筹备处来上班 还是他也盯上了空出来的这个副主任的位置 李奋进却不管他心里想什么 只顾字的说道 关心杨主任的人越多越好 毛主任自安能来了 不过我的关心可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嘴皮子上面的 筹备处的条件太简陋了 我们派出所的人在这里面上班 还需要杨主任多多指导多多照顾 我今天中午打算请准备处派出所的班子成员吃顿饭 杨主任你要是不到场 那可就说明你对他们的工作不满意了 我刚才已经和陈指导员说过了 如果我请不动杨主任 回去我就连降他三斤 我晕了 这是什么歪理啊 他居然就能这么正大光明 堂而皇之的摆到桌面上来 请不动杨小年还要连降陈明镜三级 你他妈以为你是谁呀 你有那个胆子吗 听着李奋进的话 毛红敏心里狠狠的鄙夷了一下 心中却越发的认定了 他是有求杨小年而来的 把陈明镜抬出来 不过是挡着自己的面 找一些所谓的蹩脚的借口罢了 李奋进一边说着 一边就把脸转向了毛红敏 正好毛主任也在这里 今天中午机会难得啊 毛主任你可一定不能走 他这句话 差一点没把毛红敏噎死 心说我上哪去啊 我是来请杨小年吃饭的 没想到却被你中途横插来一杠子 我的事情还没有办完呢 我能走吗 我 李书记啊 我可早就先和杨主任约好了大 李奋进想半道结胡 毛红敏自然不干了 他还是妩媚的一笑 瞥了一眼李奋进笑着说道 李书记啊 咱们可要有个先来后到啊 女人就有这样的好处 很明显她是在责怪李奋进不讲规矩 可偏偏还就让你生不起气来 啊 原来毛主任也是来请杨主任吃饭的啊 那更好办了 咱们合在一起就是了 大不了我出酒 菜钱算你的 这也算是你请了杨主任了 李奋进一点也不见外 半开玩笑 半是认真的直接说出了 他此来的真实目的 你 李奋进 这样不太好吧 既然你都已经安排好了 那这顿算你的好了 我陪课 下次我请杨主任的时候啊 你做陪 眼看着扔不开他 毛红敏也只能在心里暗骂了一声 脸上却笑盈盈的说道 那好 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 我先去招呼派出所那几个人了 李奋进的目的达到绝不多留 自己再在这里待下去的话啊 真要是让这个女人记恨上了 自己也得不偿失 一直到李奋进的身影晃出去看不到了 杨小年都没看明白 他这到底是弄的哪一出 要说他是真心想请自己吃饭吧 那也不用急在一时啊 非要和毛红敏抢不行吗 要说他和毛红敏不对付 故意来搅局的 可看他的神态又不像是和毛红敏有过不去的样子呀 他请自己出去吃饭 还要拉上陈兵镜 这个李奋进到底想干什么呢 杨小年总觉得李奋进今天的举动有点不可常理 可究竟什么地方不对头 他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明白 没过多长时间 换了一身变装的陈兵镜就走了进来 毛主任 小年 咱们走吧 李书记那边都准备好了 出了办公室的门之后 杨小年就不由的苦笑着 看了看走在自己身边的毛红敏 李奋进的车子就停在毛红敏的车子旁边 刚才这家伙居然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 毫不脸红的说 没想到毛主任会在这里 哼 这简直就是当着面说瞎话呢 这女人要是不生气那才怪 可谁知道毛红敏的脸上 却没有任何表情的 直接走向自己的车子 根本什么话都没有说 现在筹备处派出所没有所长 只有一个指导员和一个副所长 外加两名普通的干警司人 陈兵镜那辆越野警车就停在了李奋进的车后面 副所长侯振宇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面 看来这辆车子平时都是陈兵镜亲自驾驶 整辆车子都香喷喷的 驾驶员的那个位置更是整洁一场 就连小猴子也不敢抢陈兵镜的专座啊 李奋进对着杨小年一招手 杨老弟 你坐我这台车子 等上了车之后才知道 李奋进居然把宴席的地点 定在了早园市里 不管再怎么说 早园市也算是地级市了 市区里面自然比山城区的高楼多了不少 眼看着车子在一栋架构宏伟的六层建筑前面停下 杨小娘的眉头不由自主的就挑了起来 深蓝色的长方形楼梯 正对着车子的拱形玻璃大门明亮光鲜 门上豪华的霓虹招牌 遮住了整个二层楼临接一面的楼梯 招牌上四个红色的大字如血一般 显得异常刺人眼眸 金碧辉煌 电如电明 还真的透着一股子金碧辉煌的气息 如果到了晚上霓虹闪烁 想必这门脸更为气派奢华也说不定呢 杨小娘之所以皱着眉 是因为他看着眼前的这家店面 不由自主的就让他想起了在省城的时候 看到的喜遇中心和娱乐城 包括杨卫红的银月千星会所在内 那些店面基本上和眼前的这一家一个风格 这李分进这家伙是请自己来吃饭的 还是请自己来休闲的 可是再想想又觉得不大可能 因为后面车里还有两个女同志呢 她要是敢带着陈明镜和毛红敏 去那种乱七八糟的地方 回头陈爱中包不了她 再说了 也没有听说下面的县市 有省城那样的娱乐场所呀 李书家 这是吃饭的地方 还是休闲娱乐的地方 我怎么看着这里不像是饭店呢 想是这么想的 但杨小年还是有点不放心 现在的年头 只要是大城市里有的东西 下面的县市很快也就有了 李分进哈哈笑道 杨老弟果然是见多识广啊 连娱乐城这种新型的休闲场所 你也知道了 不瞒你说 要不是这家场所开业的时候 市区一个领导把我叫上开了开眼界 我还真的不知道 有这样集餐饮住宿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地方呢 这里们不仅仅可以吃到美味可口的天下美食 还能洗洗澡按摩放松一下劳力的身子 睡上一觉 唱唱歌什么的都不错 开业的时候连市围几个头头都来了 这家店铺的老板混得开呀 如银月千星一样的休闲会所 早原室居然真的有了 杨小年这边正想着呢 李分进已经笑着招呼道 走 哥哥带你进去开个眼界 毛主任小陈 怎么还愣着呀 到地方了 一会进去想吃什么呀 随便见 杨小年就不由得回头看来看陈明镜 发现这丫头脸上的神情也和自己差不多 对于这种酒店不是酒店 早堂子不是早堂子的场所 她也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一进了大门 前台几个小姐呼啦一下子就围了过来 这几个小姑娘都挺水灵 清衣色深蓝色和店面外墙一样颜色的制服套裙 上面小翻领着西服开领里面露着白衬衣的领子 脸蛋粉嫩 腰脂纤细 制服裙下闪耀着穿着肉色丝袜的修长眉腿 我们先吃饭 然后再休闲 我已经预定了九号桌 李奋进一边说着 一边很牛气的从口袋里面掏出了一张银色的卡片来 在前台小姐的眼前一晃 接着又收了起来 啊 先生原来是尊贵的银卡会员呢 那您这边请 前台小妹妹笑得更加妩媚了 一个引领着李奋进等人走进了电梯 另一个拿着对讲机也不知道在向谁通报 三楼三楼 九号桌九位贵宾 杨小娘李奋进毛洪敏陈兵静侯振宇和张大雷 苗开望两个干警 还有李奋进的司机和毛洪敏的司机 他们这一群人是不多不少九个人 可是哪知道李奋进听了之后 对前台小姐摆了摆手道 不 九号桌六位 另外你在下面大厅给我安排一转 小张啊 你们两个和小刘再加上毛准的司机在下面吃吧 想吃什么吃什么啊 只有一条 不止喝酒 去掉两个干警和两个司机 这里明明就只有五个人了 而李奋进却说是六位 那肯定是还有别的人 但现在李奋进不说 杨小娘也不知道他还请了谁 被前台小姐引导着走进了电梯 陈明镜就站在了杨小娘的身后 趁着人不注意 他纤细的手指就在下面轻轻地在杨小娘的手上掐了一下 杨小娘回头看时 他却又跟没事人似的转了头 杨小娘生关记 第110计 脑袋给驴踢了 走出电梯的时候 杨小娘就有意识地落后一点 陈明镜果然也走在了后面 看看前面的人已经离着两个人三五步远了 他就压低了声音说道 一会儿陪我去逛街 刚才被他掐了一下 杨小娘还以为他有什么要说的呢 不过确实要自己陪他去逛街这种小事 可能陈明镜平时也是忙于工作 一般情况下很少到早园市来 想想自己和陈明镜谈恋爱以来 自己还真的没有陪他逛过呢 就点了点头说道 行 今天就陪你逛一下我 听到杨小娘答应自己的要求 陈明镜不由地奄然一笑 美丽的大眼睛对着杨小娘眨了眨 那样子好像是在说 这还差不多 九号包尖在走廊的中间 推开厚重的红木门 映入眼瞼的就是地上铺着的深红色的地毯 这个房间飞为内外两个套间 外间的中间摆着红木的圆桌和红木的椅子 里面的套间里面是木纸沙发和长条形的茶几 整个房间套着一股子喜庆和厚重的气息 几个人坐下之后 李奋进先点了茶水 然后就让服务员拿着菜单递给毛红敏 毛主任 你看看想吃点什么 点两个可厚的 你在这方面可是行家 就不用小姑娘介绍了吧 毛红敏是招待所所长出身 李奋进这个话 却是不留痕迹的刺了他一下 杨小年并不知道毛红敏在干办公室副主任之前的经历 还以为李奋进是觉得毛红敏干办公室的 经常参与接待工作 点餐的经验比较丰富呢 毛红敏的脸上依然没有什么不快的表情 拿过菜单翻了翻 随手就递给了陈冰镜 都是一些家常菜 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嘛 还是敬敬敬点吧 他这个话却是在暗暗的讽刺李奋进 你领来的地方也不过如此嘛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看你那得意洋洋的样子 我还以为你会去京城人民大会堂摆一桌呢 陈冰镜接过去之后看了一眼 却不由的倒吸了一口凉气 毛红敏嘴里面说的这些家常菜 却着实标价不低呀 翻过来翻过去 最后他又把菜单递给两小年 你点吧 你爱吃的 我都爱吃 本来李奋街还想着怎么再次毛红敏一句呢 听到了陈冰镜这个话之后 他顿时就闭上了嘴巴 不再多说一句话了 刚才差一点没忍住 从陈冰镜这句话里面 他却不由的就想到了这个女人和陈爱中的关系 人家可是禁得枕一个枕头 自己再是尘埃中的亲信 可却无论如何也比不过眼前的这个女人 想到这里 他就不由的转了头 看了看正很认真的看着菜单子的杨小年 心说今天这个事情 我到底是做的对还是不对呢 在来的时候 他还是信心满满的 就因为陈冰镜很是温柔的对杨小年说的一句话 就让他不由自主的犹豫了起来 那个事情 我到底要不要找杨小年说呢 他真的能够影响陈书记的决定吗 就在这个时候 包房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 一脸笑容的从外面走了进来 他一边往里走着 嘴里面一边说道 对不起了李决啊 刚才有点事情处理 我来晚了 也不算晚 现在还没开始上菜呢 来来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给你提到的杨主任 杨小年 一看到他 李冯进马上就笑着站了起来 一边伸出手和他握了握 接着就一直杨小年 对那中年人说道 我身边可还坐着一个未来的区委常委呢 你先介绍我这个小科技干部 好像有点不大对头吧 杨小年一边讲着也赶紧站起了身子来 那人很是亲切的和杨小年握手 杨小年也伸出手来和他握了握 经过李奋进的介绍 杨小年才知道 这人姓徐 双人徐 大名开红 开创红图大业的意思 李奋进只给杨小年介绍 徐开图是这家会所的总经理 却没有说他还是市公安局徐中华局长的亲弟弟 此人精明伶俐能说会道 凭借着他哥哥的关系 结交朋友很有一套路子 虽说李奋进是下面县区公安局的局长 算起来是他哥哥的下属 但徐总经理却在李奋进面前没一点架子 对于李奋进给他介绍的人 他也同样亲热的不得了 那神态的动作表现得真诚自如 三言两语之间就和杨小年仿佛成了多年的好友 然后随着李奋进的介绍 他又和毛洪敏和陈兵静打招呼 在看到陈兵静正面的那一瞬间 杨小年赫然发现 这人眼睛里面闪过一丝压抑不住的惊艳 如果仅此而已 杨小年肯定不会怎么想 自己的女朋友长得漂亮 凡是看到她的男人 大多都会有这种表情 用当下很时髦的一句话来说 那就是这种神情就对了 没有这种神情才算反常呢 但是杨小年却发现 这人在和陈兵静握手的时候 陈兵静只是很勉强的搭了她 她的手指尖 而徐开红却往前挪了一下手握子 紧紧的抓住了陈兵静的小手 虽然陈兵静很及时的把手抽了回来 但杨小年在看向徐开红的时候 眼神就已经冷了下来 穿着便衣的陈兵静实在是太漂亮了 让徐开红简直不能自持 这女人脸若单狭 肩若刀削 腰若约束 疯子绰约 妙若天成 内头披露的绣发 如最高级的黑段般柔软靓丽 瓜子的脸轮廓分明 星眸珠唇 再配上粉偶一般雪白的肌肤 体态更是犹如灵风绣鸾般的挺翘弯曲 当真算得上 增一分则肥 减一分则瘦 高一分则太长 矮一分则太短 住粉则太白 施诸则太赤的赞誉 李奋进在给他介绍陈兵静的时候 只是说这位是筹备处派出所的陈指导员 也没给徐总经理介绍 她是杨小年女朋友 在徐开红的眼里 县区的局长就算在市局 那也算得上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还值得她这位市局局长的弟弟 点点分量 可下面一个派出所的指导员 那可真的没有什么重量了 之所以她会把陈兵静放在心上 完全就是因为这个年轻的女指导员 长得太漂亮了 看到陈兵静冷着脸抽回了手 徐开红并不以为意 反而笑得更加灿烂 很是殷勤的对着她说道 陈指导员是第一次来我这个店里吧 我这里餐饮住所娱乐一条龙 都是高水准的服务标准 一会儿我让人给你拿一张贵宾卡 欢迎陈指导员随时光临 我保证让你满意啊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毛红敏就不由很奇怪的看了眼里分进 那眼神分明在说 老李 你这是请人家杨小年吃饭呢 还是存心恶心人家呢 李分进也没有想到 今天的徐开红大师水准 一见了美女 话都不着调了 他带着一丝尴尬的神情 看了看杨小年 咳了一声 刚想开口打断徐开红的话呢 陈兵静就已经冷冷的说道 徐总 好像咱们并没有那么熟的关系吧 我这一年也很难来一次市里 你的卡还是留着送给别人吧 徐开红也没有想到 陈兵静居然这么不给他面子 说出来的话像刀子一样 就差指着自己的鼻子骂人了 他在人前的温文尔雅 其实都是装出来的 因为有一个当市局局长的哥哥 骨子里面他还是很骄傲的 要说这人平时也是很机智 在一些生意场合 化解这种类似的尴尬也很有一套 但偏偏在陈兵静的面前 今天他的脑子就好像不会转圈了一样 有点僵化 有点死板 被陈兵静当面言辞拒绝 他那张本来白症的脸蛋子 一下就变得红了起来 一丝怒气从他的眼神里流转 眼看着就要爆发出来 如果说他这些话的人不是陈兵静 换了第二个人 他可能早就已经爆发了 只可惜眼前的这个女人 那一贫一笑都是那么的诱人 让他的火气压了又压 总算是没有当场爆发了 陈指导员 你们旅局长也给我三分面子的 即便是没有当场爆发 但他说出来的话里面 已经带了一丝烟火气 陈兵静干脆直接的坐了下来 很是不懈的说道 他是他我是我 他愿意给你面子 那是他的事情 我并不认识你 来这里吃饭给你饭钱 凭什么要给你面子 杨小年肚子里面不由的叫了一声好啊 心说不愧是我的小辣椒 说出来的话就是解气 这奶奶的 这狗日子是什么东西啊 居然一直纠缠着陈兵静不放 是不是当老子是你捏的呀 徐总 陈指导员不是也开玩笑 你那一套冷幽默呀 就不要在他面前说了 来来来 你坐到我这边 一会儿咱们哥俩好好的喝两杯 一看到杨小年的脸色越来越冷淡 李分进赶紧插话 阻止徐开红再说出什么不中听的话来 此情此景 也不由的让他心里面只喊晦气 自己邀请杨小年吃饭 本来就是受了徐开红所托 也是不敢搏了他的面子 这才在今天中午硬生生的把杨小年 从毛红敏的手里面抢了过来 李分尽心说 我为了跟你办事 几乎就得罪了一个未来的区委常委 你知道吗 虽然这女人上位的方式我也很看不惯 虽然她就算是进了常委 也是排在我的后面 可她毕竟是马上就要进入常委的人了 要不是因为你非说要今天中午请杨小年吃饭不可 我会干出这种自动树敌的蠢事吗 这可倒好 我冒着为着女人报复的风险把人给你请来了 你却要跟人家抢女朋友 老哥 你他妈都多大了 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你这栋楼里面漂亮的女孩子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吧 你干什么非苗上杨小年的女人呢 这家伙为了女人的杀伤力可不是一般的大 别说你哥只是市局的局长了 你就是省厅的厅长的弟弟 惹火了他一样的揍你 再说了 你以为那位陈指导员是好惹的呀 人家他老爹的官儿不比你哥哥小 在赵书记的眼里面 到底是一个公安局局长的分量重 还是一个区委书记的分量重 是个人都会分得出来的吧 说实话 对上了前面的这两位 你还真就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 你拽子跟个二五八万似的干什么呀 按照李分进的设想 自己说几句话打个圆场 等徐开宏坐到自己的身边之后 自己再给他悄悄的透个地 徐开宏肯定会掂量的出来轻重的 哪知道他的愿望很美好 只可惜今天的徐开宏 实实在在是被陈明镜迷晕了头脑 连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了 也可能是刚才被陈明镜没了面子 他说了两句场面话着不着不 听到李分进的话之后 徐开宏就一边往李分进的身边走 一边哼了一声 冷笑着说道 哼 现在下面的警察素质就是有问题 李局长啊 看起来你要下功夫整顿整顿了 没等别人说话 杨小年就冷着脸问他 诶 徐总啊 你说要怎么整顿 徐开宏有点不知所以然的看了看杨小年 心说刚才我对你可是够客气的 你这是干什么呀 看到杨小年的眼神钉子一样的看过来 他愣了一下 还是笑着说道 哼 杨主任 这个事情学问可就大了 李局长有的是手段 欧礼 你说是不是 我是你妈了个逼啊 平时看着你很精明的 今天脑袋被驴踢了 李分进的脸上保持着很勉强的微笑 心里面这个骂呀 一直问候到徐开宏上述八百年前的女性仙人那里去了 随着徐开宏的声音 杨小年的眼神就转到了李分进的身上 那意思很明白 李局 你把我请来是干啥的呀 不会是让我听狗叫的吧 你给我解释一下 看杨小年的架势 好像马上就要翻脸似的 这个时候 李分进就不能不把徐开宏的底儿揭开了 杨老弟 徐总是市局徐中华局长的三弟 也经常和我们公安口打交道 在警察面前说话习惯了 没什么其他的意思 一边说着 他就看了一眼 一直坐在那里宛如泰山一般纹丝不动的毛红敏一眼 这个时候 他心里对这个女人倒是有了一点小小的佩服 虽然有他在场 一些话本来是不该说的 但现在杨小年和陈明镜 那两张俊美漂亮的脸蛋子 都几乎能拧出水来了 李分进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收回了眼神 他又把眼神转到了杨小年的身上 接着说道 其实啊 其实老哥这顿饭是受了徐总的委托才请你过来的 徐总有些事情 想单独和你说说 杨小年皱皱眉 听着李分进说的这些话 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原来这场酒是徐开鸿请自己的 在李分进说出他是徐中华的弟弟之前 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他是哪根葱 在他大家好 帮助他ointed 他说两顿权 他说三顿权 接着我来的 他说两顿权 可是他说八顿权 我还没社交